这个类似地球的世界叫海南星 一百年前因为一颗陨石的坠落而引起了大灾变 而这次灾变导致海南星上的生物发生了变异 变得狂暴 疯狂地袭击人类 当然部分人类也因为这次灾变而觉醒了异能与之抗衡 灾变使原先的社会秩序荡然无数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末世 每个人都以力量为尊 男主高淼是一个21世纪的地球人 他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就参阅到了这里 而且刚一睁眼 遍地都是队友的尸体 好在漫画主角都是变态 这种小场面还不至于下崩溃 高淼整理得下这个世界的记忆 发现自己是个异能者 能力是与日俱增 能根据异能者的年龄 对身体进行全方位的强化 简单的说就是活得越久越牛皮 这个小队先前是被一只巨大的怪物给团灭的 本来高淼也拿它没办法 可是穿越过来后 对年龄的判定似乎还加上了地球上的20年 相当于平白无故增加了20年的修为 然后就轻松地干掉了这个怪物 高淼来到镇子上后 发现这个身体和自己一模一样 名字也一模一样 但记忆里却长得完全不同 名字也是叫欧文 并非高淼 慢慢的高淼就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下来 随着两年的增长 高淼的身体也越来越强 不仅如此 好像欲望也越来越强 总是会幻听到少女的交传 等一下 并不是幻听 好像是真的 只见远处一名少女被奇怪的东西缠住 止不住地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而旁边站着了两个人显然是罪魁祸首 并撑着善良与正义的心 高淼出手相助 谁知一出手 就一不小心把那两个人打死 救驾的妹子倒在了高淼的怀里 轻声喊着谢谢 高淼说你身体觉醒的异能 有所强化 但还是太弱了 妹子气愤地说 我好歹是一个第一能级的异能者 平常说我弱呀 高淼拿出了一个铁球说 你把它捏碎 我就承认你有那个资格 妹子很疑惑 什么资格 高淼说 当然适合我的资格 我肉身太强 要是女方身体长度不够 会爆掉 妹子听得面红耳似 咬牙切齿 大喊着变态 然后推开了高淼 事后的高淼还疑惑不紧 为什么这个妹子散发的信息素 是想和她的估计 但后面又恼羞成怒呢 正走着 高淼被人叫走 说是成主攀威 邀请她去成主府做客 与此同时 海南新的某处 出现了一个传送症 耀眼的蓝色光芒消散后 站着四名 穿着与末日彭克风 完全不大的神秘人 四个明显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降临在了这个世界上 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通过他们的对话 我们得知了更大的真相 他们似乎是一只 能够穿梭于诸天万剑的小队 通过进入世界 完成任务 来获取成就和积分 而高淼如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在他们的眼中 只是一部写好的系列电影名 电影名《末日之后》 是一部标准的漠视艺能动作大片 电影的前三部 讲播了主角张楚凡 为寻求尽水结晶 经历冒险 结识伙伴 最终走到反派boss 潘威面权 牺牲了所有的人 击败反派的故事 接下来他们查了一下 这次的世界是电影的第几部 得知这次并非前三部中的任何一部 而是以电影三部曲 之前的剧情拍摄的前传故事 《末日之后4》 讲述的是大反派潘威的崛起 队长查询了一下任务栏 得知了任务和一些基本信息 任务杀掉潘威 潘威能力拥有吞噬的异能 可吸收能量提升实力 奖励1000级分 击杀者获得A级成就一个 众队员对奖励A级成就产生了担忧 一般而言 成就的级别也对应了任务的危险系数 那么A级有多厉害呢 据队长说 上次的A级成就 他的队员全部死光 只有他逃了出来 根据以前攻略过的队伍 卸出了情报来看 这个世界的领尖战力是第三能级 最终Boss潘威的巅峰是第四能级 如果时间点是电影的前中期 那么小队还能够应付 没有进入到第四能级的潘威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 现在的时间点 随着引导龙的话语 屏蔽场也消失了 这知名叫钢铁之奇的小队 也正式开始了行动 而另一边 高淼接受了潘威的邀请 来到了他的宅邸吃饭 潘威十分客气 高淼也不想那么多 有吃有喝就行 随即潘威叫下人 给高淼倒了一杯红酒 无视现阴情 非奸其道 可高淼似乎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还以为是什么无聊的酒桌文化 钢铁小队通过收集的情报 判断现在的潘威 已经吞噬了第三能级的高手徐扬 接下来再吞噬第三能级 巅峰的高手高淼和苏锦 就能晋升为这个世界的最强战力 第四能级 到时候就不是小队成员 能够应付得了的了 而情报显示 高淼现在已经被邀请去了 陈主府 潘威老谋孙范 阴险狡诈 说不定已经吞噬了高淼了 陈主府内高淼看着酒杯 似乎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把酒客套的推了过去 想给陈主喝 潘威也白手客气的说不喝 两人客气了几个回合后 高淼也不想再装了 直接把酒泼了过去 潘威挡笑后问他是如何发现的 你太弱 高淼说道 实际上高淼通过自己 鱼鱼驱正的能力 提升的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心理 慢慢的自己觉醒了一种 类似于蜘蛛感应的能力 能够在危险来临时有预警功能 所以高淼在端起酒杯时 才能够隐约感觉到酒杯里有毒 两人竟然已经撕破了脸皮 就开始正式开打 潘威知道自己的实力 在吞噬了几个高手之后 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巅峰 所以依然有恃无恐 高淼也不多废话 直接一拳打在了潘威的盾上 盾裂开了一点缝隙 打人都没力气 还说自己是话音未落 拳头冲碎了盾 这一拳重重的打在了潘威的身上 大家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长篇漫画 打爆猪天的第三话 他说前文里 高淼一拳直接把陈主潘威打出几十米远 这潘威竟然也是一点事都没有 毕竟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潘威仗着自己有吸收攻击的能力 依然有恃无恐 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不对劲 被命中的腹部突然鲜血涌出 没错 吸收攻击的能力确实厉害 但要是力量超出了所能吸收的上限 身体就撑不住了 潘威面对如此精人的力量 害怕了起来 开始向高淼求饶 高淼可管不了那么多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这一次瞭准的是头部 这已经如同千吨巨石 汇聚一点压上了 地板也伴随着力量而塌陷 奄奄一息的潘威 只留下了最后四个字 第四能集 陈主在里被高淼的两拳打得满目创仪 卫兵们看潘威已死 赶紧下跪 奉高淼为新陈主 心里暗自感叹 这高淼真不是人类能够战胜的对手 高淼想着 当上陈主作威作福 似乎也不错 自然而然的就接下了这个高位 但他也深知潘威的威望很高 他的死讯还不能传出去 否则会引起暴乱 于是找了个潘威闭关修炼 自己来当代理陈主的借口 就只糊弄过去 随即作为新的陈主 高淼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把所有的美女召集起来 举办一场女性艺能大赛 其实说白了就是选美 然而令高淼头疼的是 毕竟这是以末世为背景的电影 环境和条件都非常差 保养得好的美女少之又少 大多数都是一些来凑数的 长得漂亮的又不够强 强壮的又不够美 正苦恼着一名卫兵告知高淼说 找到了一个心许符合要求的美女 片刻之后 那名女子登上了台 头左边的花 看来是钢铁知习小队的那个女人 而高淼自然对这个世界之外的外来者不熟悉 女子叫令小福 顺便展示了她的异能精神幻术 精神内幻术 颜值身材都不错 高淼有了想法 他命令卫兵将小福带到她的房间 小福就这样被带进了陈祖府 他本来也想调查攀威 以及高淼为什么还活着的事情 此番也郑重他的下怀 来到了高淼房间 小福就冲到高淼面前 娇羞着说 直男高淼又开始挠头表示不解 他解释说 你这第二能级的身体 可经不起我的摧残 稍有不剩就是草剑人命 我看中的是你的精神换手 他兴许可以助我修行 随即提出 要小福用精神异能 帮助他做个美妙香甜的梦 心怀鬼态的小福 虽然不理解高淼到底想干什么 但他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说到 大人的要求 小福可以办到 但需要大人主动配合 可以可以 今晚我就是你的 想要我怎么配合 我就怎么配合 瞧瞧这个女人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她也太会了吧 女孩不断挑逗高淼的身体 想让她放松警惕 好玩的是 高淼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警惕 现在的她只是在淡定的享受着罢了 慢慢的 妹子开始实施她的计划 剪影下她的背部长出了几只蜘蛛腿 妹子终于展示出了她的真实面部 危险似乎向高淼靠近 妹子释放了傀儡术 用蛛丝将高淼整个包裹了起来 此刻的高淼在里面 好吧 高淼不仅不觉得难受 反而还有点爽 可能是有点痒 高淼不小心动了动 可是这随便的一动 竟然把珠网全部都爆开了 妹子也吐了一口鲜血 里面的高淼还以为自己破坏了什么布置 尴尬的一动不动 妹子开始施展全力 再次把高淼包裹起来 随着施法结束 妹子以为自己终于大功告成 控制了高淼 高淼这才意识到 自己并不是被服务 而是被操控攻击了 不过鉴于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他决定继续装下去 顺便看妹子的目的是什么 就这样妹子将高淼带出了曙光城 来到了钢铁之奇小队的集合地点 妹子开始向队友们炫耀 自己控制了一个大高手 然后告知他们 此人就是电影里的龙套高手高淼 随后小队众人开始了 对这个世界的探讨 以及之后的作战方针 假装被控制的高淼 在一旁禁收而底 他这下才终于知晓了 这个世界的真相 不仅他生活的整个世界 都是一部电影 就连他自己也不是电影的主角 而是一个给主角未经验的龙套配角 这个小队的成员 也是借助了一个叫 虚天殿的力量的穿越者 不过好在钢铁小队 还不知道高淼也是穿越到 电影里的人 并且他们口中的电影主角潘威 在前些天已经被高淼给轻松杀掉了 说话间 小队中的一个人提议 把高淼先关起来 随着妹子的一声指令 高淼假装被控制的朝着房间走去 然后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受到了威胁 一颗巨石划成的拳朝他砸来 高淼瞬间被打出了屋外 刚一站下 脚下的法阵又突然亮了起来 随即各类攻击飞快的射向高淼 来不及躲避的他 吃了个大满罐 到底还是大意了 钢铁志祺小队里 有能够感受到脑电波的人 刚才的对话内容 引起高淼思考了脑电波 被察觉到了 所以钢铁志祺小队 才能识破高淼的伪装 发动了这次奇袭 一边是来自世界之外的穿越者 一边是莫名其妙 附身在这个世界之中的高淼 这场战斗会如何呢 四名来自世界之外的穿越者 打一个原住民 听上去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然而这个原住民可不是一般人 他身体里的灵魂 是一个21世纪的地球人 高淼被四人一阵狂轰烂炸的偷袭 烟雾散去之后 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地 站在众人面前 并且呈现出了与往日 完全不同的气质 钢铁小队成员大惊失色 据他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 高淼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龙套 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剧情的转变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眼前的高淼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 轻松应付的对手了 必须拼尽全力才行 此后小队成员 开始进行疯狂的攻击 然而高淼并未展现的 像是如临大敌一般 反而很兴奋的 享受着战斗的乐趣 接着高淼开始反击 一拳 两拳 三拳 每一集都令对手崩溃 这简直就是一场碾压的战斗 小队的各成员 无论使出什么招式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显得不堪一击 一轮过后 小队四人都伤痕累累 扣死钢铁侠的队长 明白不放出死招 今天是逃不过了 他喊话众人 准备动用四人的终极底牌 四神和煞 可是这一切真的有用吗 四人将不知名的东西 插入自己的胸口 转眼间天空出现了耀眼的光芒 光芒幻化成四神兽 如神明般显现在天空之中 高淼看到这场面 更加兴奋的起来 他一跃而起 朝着那股力量冲去 轰的一声过后 小队四人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只留下高淼一人缓缓落地 等他再转身时 那四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接着战斗结束 高淼也从完全体 变回了普通样子 正准备回去干饭 补充洗礼的时候 突然听见虚空之中 传出声音 钢铁自习小队团灭 10086号引导者使命终结 准备回归虚天殿 开始执行脱离程序 穿越到了千里幽魂的世界 竟然变成了老了 故事还要从那一场大战以后说起 高淼在一举拿下了 钢铁自习小队之后 虚空之中突然传来说话的声响 没过多久 便传来程序作物 以及滋滋的电流声 紧接着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生物 慌张着叫着自己完蛋了 这个名叫nana的小东西 好像是某种系统的异时 先前就是他作为引导者 引导着钢铁自习小队 来到这里进行任务 他看着地上被高淼干掉的 钢铁自习小队四人 思考着自己该何去何从 作为钢铁自习小队的引导者 队伍团灭了 他也将会被虚天殿回收 一旦回收 就会发现这个异时体的存在 到时候就必死无疑了 一旁的钢铁突然看见这么个东西跑出来 就开口想雾门什么情况 nana十分惊讶 一个土著居然能够看见自己 钢铁一把将他抓了过来 询问这些天发生的怪事 这时nana才明白 钢铁能看见和触摸他 是因为钢铁本身也是传阅者 而不是世界里的土著 nana大呼得救了 随即想带着钢铁先离开这个世界 毕竟一会儿虚天殿就要来了 虚天殿对传业者都是见一个杀一个 即使钢铁团灭了钢铁自习小队 但是也不过第四能级的实力 这种实力在虚天殿的眼里 什么都算不上 虚天殿中不乏有第八第九 甚至超越神魔概念的高手 就在钢铁质疑的时候 钢铁自身的危机感应系统 感应到了有危险即将来 要知道连刚才那场毁天秘地的大战 都没有感应到这种危险 这下钢铁终于相信了nana的话 谁要离开这个世界 首先得进行绑定 相当于灵魂融入 在灵魂上装个插件 在nana的身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随后扑向钢铁的身体后 再次出现就是绑定成功了 钢铁解锁了穿越功能 一人一龙 飞快地逃离了这个世界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了进入新世界的表层 在这里做好进入下一个世界的准备 下一个世界的名称叫做倩女妖魂 看完剧情介绍后 钢铁内心暗自吐槽 这不就是改变地球的聊斋吗 据nana所说 这些要进入的世界叫虚界 主世界称之为实界 与虚界相对应 主世界的诸多文艺作品 都是虚界影响了人们的灵感而诞生 看来地球也是属于实界的一方 接着nana还说出了一个叫做虚源的东西 虚源是虚界独有的能量 每次穿越都会消耗一个虚源 而在新世界里 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去赚取虚源 钢铁的穿越能力是稀有的存在取代 也就是每去一个世界 附生在那个世界的角色 就会被全方位的取代 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 都会替换成钢铁的形状 甚至能让整个世界都承认 那就是钢铁 但末日之后的世界里就是如此 由于这种特殊的穿越方式 再加上nana这个信息生命体 就可以将钢铁穿越过的角色 重新解压 再次启用 相当于之前世界的角色 变成了一个虚拟账号 钢铁可以随时登录自己的任意账号 一切准备就绪 就开始进入妾女妖魂的世界了 此时画面中 一名少女伤魂类类的 被绑在层面上 嘴里桀骜地说着老妖婆 面前的老婆子 突然胸口闪出耀眼的光芒 接着钢铁的灵魂被拉了进来 取代成功 钢铁变成了千年的树金姥姥 而跪在她面前 刚刚饱受折磨的女孩 她的名字叫聂小倩 附身的倩女幽魂的世界 竟然变成了姥姥 好在性别没跟着一起变 成了树妖老爷 而不是树妖姥姥 不过树妖的整体实力 才刚刚过第三轮级 比起上个世界的欧文弱了不少 既然如此 我们要想着 那为什么不换个欧文形态 这样不就又能横行八道了吗 想法刚说出来 马上就被娜娜制止了 因为一旦使用异界的力量 就会被天道意识发现 到时候就麻烦了 而想要屏蔽天道的感应的话 就可以使用虚言 借助虚天殿的力量 来蒙蔽一段时间的天道 可不巧的是 娜娜只有一个虚言 本来就是来赚虚言的 什么都没赚到 反而先花一个 实在是不划算 思来想去 还是得用树妖的身体 慢慢的提升实力才好 反正剧情里 树妖也是个厉害角色 只要不碰到大boss 黑山妖王 问题应该不大 此时一旁的聂小倩 还在奇怪 高淼为什么一直自言自语 高淼缓过神 然后准备沟通沟通 聂小倩却大喊着老妖怪 现在高淼的问题是 由于人设原因 树妖老爷一直折磨着这些女鬼们 这些女鬼 包括聂小倩在内 对树妖老爷的好感度极低 看来接下来 要提高她们的好感度才行 于是 高淼用了珍藏的千木林叶 给小女鬼们泡温泉疗伤 池子里一阵快活的气息 过了一会儿 高淼才想起来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赚取虚言的 然而现在却还没有出现任务的提示 娜娜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生成任务 可能需要某些特定条件才行 正在这时 几只漂亮的女鬼 朝着高淼开心的游了过来 看样子和女鬼们的好感度 确实有所提升 美中不足的是 这个念小倩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还有隔阂 另一边 妾女妖魂里的气韵之子 宁采成 女从树腰姥姥那里跑出来的 女鬼小青 一起来到了兰若寺 找到了艳赤侠 小鬼将树腰 胁迫女鬼干的坏事 一一告知 艳赤侠作为侠义人士 本来就要斩腰除魔 三人商量过后 决心除掉树腰 艳赤侠实力高超 若是斗法 可能和树腰五五开 但要是近身 树腰就是死死无生 此时的高苗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自从来到了千女妖魂的世界 高苗作为树腰老爷 除了刷刷女鬼们的好感度以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 这天 高苗发现自己整个宫殿 都是在一棵千年古墓上打造 万物有灵 处依然如此 高苗作为树腰 恰好可以从古墓中获取力量 当他将手放到古墓之上时 两者果然产生了共鸣 高苗从古墓中觉醒了强大的能量 一下子增加了三百年的修为 成为了九百年的大腰了 换上过来 应该算是个第三能低后期的实力了 这样一来 只要不惹上原助力的几个大高手 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一旁的女鬼们表面在恭喜着高苗 暗地里却依旧愤愤不平 毕竟这些女鬼们 在高苗附身树腰之前 还饱受树腰的折磨 就在这时 一声刚正的吼声从天空中传来 高苗赶紧让妹子们躲回树木工 同时听着声音和剧情来判断 来人应该就是艳赤霞了 众女鬼和聂小倩回到树木工后 议论纷纷 有的女鬼开始心疼高苗了起来 毕竟这些天 高苗对她们非常好 但还是被其他女鬼们给打住了 聂小倩对树腰更是恨之入骨 这次她偷偷放出女鬼小青 请来艳赤霞道长 就是要一举消灭树腰 还女鬼们自由 众女鬼们此刻也是化身了 艳赤霞的拉拉队 在树木工为她加油 聂小倩还释放法术 为女鬼们直播 树木工外 艳赤霞带着宁采成和女鬼小青 缓缓地走来 高苗好不容易看到了 电视剧里的人物 开心地抱拳问好 随之艳赤霞一言不发 直接朝着高苗冲过来 准备动手 高苗刚刚提升的修为 也不怕 抱着竟然动了手 就打的心态冲了过去 艳赤霞微微一笑 随后一阵剑光闪过 在收起时 高苗已经身中数剑了 本来实力差不多 那和高苗习惯了 上一个世界的战斗方式 直接忙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法师 大一人没有闪 直接被砍倒在了地上 宁采成等人 剑取称了 在一旁欢呼 女鬼们更是欢心雀跃 只有Nana作为系统 根本不慌 聂小仙知道 树腰没有那么容易死 高喊着提醒艳赤霞补刀 艳赤霞觉得有理 随后发动了大招 无量剑气 朝高苗飞去 剑气产生的爆炸声 此起彼伏 艳赤霞也收回了剑鞘 女鬼们又是一阵欢声笑语 放松地说着 终于结束了 树鸭的妖气也终于消失了 然而与此同时 出现了一股浓烈的阳气 烟雾渐渐散去 只见高瞄正消耗着 唯一的一颗虚原 掉出了上一个世界的身体 荒野之王 欧文 欺负我低等级的号 那我就换一个 高等级的账号来虐 本来已经必死无疑 却在最后关头 切换了一个身体来战斗 这一具身体可不得了 它的近战几乎是无敌的 正好适合和艳赤霞的战斗 聂小倩和女鬼们 看到树妖老爷 接了一招却没有死 而且形象都变了 大为吃惊 一旁的宁采成和女鬼小青 也因为洋气过重 而感到发热 艳赤霞也终于变得严肃了起来 高瞄的嘴角扬起了微笑 然后一瞬间就开始了反击 速度快到惊人 艳赤霞马上出效还击 然而上一秒还无解的招式 下一秒就根本捕捉不到高瞄了 高瞄一拳击中了脸部 艳赤霞被击飞后 再次释放了大招无量剑气 高瞄的这具肉身抢到离 硬扛着剑气把剑毒震碎了 这时娜娜提示 高瞄虚言屁屁天道的时间 就快要结束了 就有三分钟 必须速战速决才行 接着高瞄也不再浪费时间了 冲了上去准备来一拳大的 速度太快 艳赤霞知道自己躲过去 就动用了法宝 护心镜护住自己 可他还是低估了高瞄的力量 护心镜秒破 这一拳直击胸口 艳赤霞倒地后再挤不能 高瞄害怕他就这么死了 赶紧上前去查看脉搏 好在还有一丝气息 估计是护心镜起了点作用 此时最难过的 莫过于聂小倩和女鬼们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大命顶顶的艳赤霞居然输了 心里担忧着束腰会怎么报复他们 宁财成眼见走投无路 就冲上去和高瞄拼命 结果还被石头绊倒 有的高瞄一阵无语 直言这小子除了长得帅和正直 也没啥优点 回到了树木宫内 聂小倩和小青会在高瞄面前 重情义的小青在拼命地 为宁财成推卸责任 高瞄还疑惑为什么电影里的 龙套角色和宁财成 一副狼情惬意的样子 估计是由于他的到来 导致了世界线的变动 但此时聂小倩和宁财成 时不时地在偷偷地看着对方 眼里尽是爱美 小青则依旧在一旁 哭喊着请求高瞄宽恕他们 宁财成看到小青的样子 为自己刚才的行为 倍感愧疚 高瞄四时看了一场 大型苦情恋爱剧一般大为正经 这时 nana发现许久不来的 虚言任务终于出现了 高瞄点开了任务 任务名横刀夺爱 由于宁财成和聂小倩是天作之和 即使在小青和宁财成 失定终身后 仍无法阻止两人互相吸引 而高瞄的任务 就是把聂小倩对宁财成的爱夺走 这个世界的任务真离谱 居然是和聂小倩谈恋爱 高瞄看了看下面的文弱书生令彩成 心里想着自己比他帅 比他闷 从他手中抢过聂小倩 应该不难 女鬼小青 依然在下面泪眼汪汪的 祈求着高瞄的原谅 令彩成此时也站了出来 大神叫着祸不及妻儿 由于高瞄为附身数邀之前 数邀姥姥作恶多端的形象 以及深入人心 所以小青和令彩成 表面上请求数邀 行李却并不看好结果 但这时高瞄拍起了手 大喊着有骨气 台阶下一人二鬼三脸吃惊 高瞄走下来夸赞他们 置死不渝的爱情 然后一只手握住小青 一只手握住令彩成 将他们搭在了一起 行为者说着 自己也想做个成人之美的好妖 毕竟自己要泡聂小倩 你先给令彩成配对一个才行 这样就不会妨碍到他了 面前这两人一脸懵逼 还在想着这数邀怎么变化这么大 送走两人后 宫殿内就只剩下令彩成了 高瞄手臂化为触手 向小倩逼近 聂小倩以为他根本就没变性子 还是以前那个阴险脚招的树腰 就站起来朝着高瞄大吼 然后打算鱼死网破 然而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聂小倩一瞬间就被高瞄制服了 转而用藤条将他捆绑在了墙上 聂小倩的嘴里开始骂骂咧咧咧 面前的高瞄和娜娜 此时却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高瞄说以前在电视里学了一招 刚好可以等聂小倩有 那么他说的这招到底是啥呢 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 聂小倩哭笑不得的叫声 羞红的脸挂着痛苦的神奇 心里估计把高瞄已经骂了一百遍了 跟着高瞄拿着羽毛 加大了老养的力度 聂小倩再也受不了了 哭喊着拼命的认错 一切结束后 高瞄放下筋疲力尽聂的聂小倩 聂小倩骂完高瞄变态后 便化作一阵烟顿走了 难能问高瞄 这样能得到女孩子的心吗 高瞄自己也老头 表示没把握 不过这时的想法 是他以前在地球的时候 看电视剧里的琴盛学来了 等一下 他说的琴盛该不会是 叶小倩回到房间 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羞红了脸 此时三千里外的黑山店 一名小妖 不知在向谁禀报的 说自己终于找到了 一年一月英时出生之旅 名字叫做小倩 接着黑山店内伴随着电伞雷鸣 传来更低沉的是 小倩 我一定要得到她 所谓服人 大概就是先把别人揍一顿 再施以好礼相待 自从燕赤霞和高瞄大战落败后 就被送到地牢里疗伤 这天高瞄正好过来看看她 两人对袭而坐 燕赤霞也没有了之前的锐气 迷茫地询问高瞄究竟是什么人 作为妖怪 为何在战斗那天 有一股冲天的阳气 对面的高瞄心里则盘算着 怎么忽悠燕赤霞 他反问燕赤霞说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试图增加神秘感 让燕赤霞自己脑补 燕赤霞陷入了沉思 明明现在妖气如此浓烈 但那天战斗时候的阳气 又是浓到能屈胸辟邪的沉思 两种是怎么出现在一个身体上的 困惑的燕赤霞再次发问高瞄究竟是何物 高瞄擦了擦嘴角 正式开始了忽悠之路 他告诉燕赤霞别的不用管 只需谨记三件事即可 第一 这件事都是那位大人的计划 第二 你我是有非 第三 我是人是妖 你看见了不算 然后告诉燕赤霞 大门是开着的 想通了就自己出来 一波操作下来 直接把装成弄鬼发挥到了极致 只留下燕赤霞一人在无尽的脑补剧情 回到树木工后 娜娜疑问的问高瞄 燕赤霞不过一个土著 为什么对他如此客气 高瞄回答道 自己还要在这个世界待不少的时间 多一个朋友 总好过多一个敌人 至于今天的一番话 能让燕赤霞脑补出什么并不重要 只要不与他为敌就好 三天后 树木工内突然来了几只大妖 整个宫内花天酒地歌舞生 这三个妖怪都是因为天妖茶会而来 高瞄不记得原著里有这段情节 就让娜娜查了查 发现三个妖怪的资料有 但是没有这段剧情的记载 这三个妖怪都是实力强劲的900年大妖 在妖怪的世界里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而高瞄作为植物成妖 本来就要弱一些 原先的树妖姥姥 更是长期以来饱受他们的欺负 要啥给啥 这次他们来到树木工 肯定也是来者不散 果然大妖赤林 率先发烂 一掌鸡飞倒酒的女鬼 指责高瞄不把最漂亮的女鬼给她 然后操作碗盘朝聂小线飞去 这次高瞄一把击碎餐盘 释放妖力挡在聂小线的面前 同时叫宫内的女鬼们 逃开找安全的地方 高瞄也没想到 这些妖怪翻脸的这么快 眼都不在眼下的 这次女妖妹尾 突然闻到了隔壁有道士的味道 妖怪们听到后大怒 隔壁的三人也感受到外面的动静 忽然轰的一声 墙被砸开了一个大洞 牛腰的脸从洞后慢慢歇息 艳赤侠拖着受伤的身子 挡在了宁采成和小青的前面 牛腰看到道士和人 就准备杀了她 正准备动手时 一条藤蔓弹了过来 将她狠狠地甩飞 妖怪们戏削地说 高瞄作为妖怪不仅传着道士 还为了道士跟同类动手 高瞄此时感觉 这些妖怪一来就搞破坏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众妖们开始高傲地向高瞄提要求 牛腰想要艳赤侠 今天必须死 折腰则想要宁采成 而鸟腰则说 黑山妖王下了妖王宁 道士的驱邪退轨 和书生的浩然正气 都是妖族大敌 必须立刻杀死 但只要高瞄肯交出身后的女鬼 聂小倩 就可以向黑山妖王求起 拿黑山妖王来要 高瞄摸了摸聂小倩的头 然后释放了自己 900年的农聂妖气 不管是我家的小女鬼 还是道士书生 今天我老爷都保定了 黑山妖王来了都没用 我说的 遇见欺软怕硬的主 还是得正面硬刚 这几个妖怪 原先欺负树妖姥姥欺负惯了 还以为高瞄是那个软弱的树妖姥姥 看见高瞄释放的妖气 不仅丝毫不慌 反倒是想教他做妖 不过这几个妖精 都是900年的大妖 论实力 高瞄还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毕竟高瞄的力量 有一部分是借住了千年古墓 离开了树木工 实力就要弱一大节 以一敌三 高瞄没有丝毫胜胜 不过高瞄可不是会跪地求饶的人 他也不逼逼 直接发起了攻击 这让三个妖怪大为不解 难道他想以一敌三 一旁的联小线也困惑 明明以前的素妖 最是欺软怕硬 如今怎么这么硬气 像是变了个妖一样 高瞄此时还在继续的发动他的攻击 一出手就是全力 打得鸟腰节节败退 鸟腰陷入了慌张 不是打不过 而是他想要战胜高瞄的话 自己也必然是重伤垂死 旁边还有一个看上去道行高僧的道士 何况另外两名好兄弟 也是各自心怀鬼胎 都在盘算着获取最大的利益 并且全身而退 高瞄正式抓住了这一心态 才大打出手 果然鸟腰率先迎出笑脸 另外两位也紧跟着笑呵呵的说 大家都是好兄弟 不必刀刃相像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看在大家的面子上 高瞄决定一笑而过 那是不可能的 高瞄可不想给这些伪君子任何机会 将腾曼化成大拳 向他们砸去 牛腰被激怒了 他起身 然后溜之大吉 另外两个妖怪看见牛腰跑了 马上找借口逃出了树母宫 树母宫外 三腰又聚在了一起 原来另外两个妖怪 都是听鸟腰说 树母宫有宝贝 所以才一起来的 而鸟腰则是帮黑山腰王 寻找一名叫小倩的 一年一月 英时出生之女 特地以宝贝为诱惑 哄骗两个妖怪就帮手 如今在树母宫内 见到了那小倩 确定的他就是 黑山腰王要寻找的人 接着鸟腰提议 去千里之外 寻求其他大妖联盟 共伐树母宫 等到时候事成 鸟腰许诺自己财物 法宝 领土分文不取 道士书生也任由处置 但自己最是年相细域 只要那些女鬼即可 三个妖怪各自心怀鬼胎 聂小倩被盯上 树母宫即将陷入危机 树腰老爷高渺 该如何应对呢 穿越了树腰姥姥的身上 还要攻略聂小倩 怎么想都是个麻烦的任务 好在前几次 高渺的保护和帮助 也使聂小倩 对树腰的态度有所感官 上次三妖 大闹树母宫的事件过后 高渺和奶奶 知道那三个妖怪 都是呲牙逼爆的性格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正在走廊上 商量下次应对的侧脸 而走廊的另一边 聂小倩正气哄哄的 抱着一碗汤 抱怨着自己做的 脑牛红鸟舌尾根 外加点老树皮的汤 居然没人喝 小青和宁采成在甜蜜蜜 艳赤霞在前心修道 这么想来 只有高渺能和他做的汤了 最近树腰性情大变 聂小倩听小青说 他是被某个大修士夺赦了 才这样 虽然送汤过去 有感谢高渺救下他的意思 但想想之前的情节 聂小倩还是像少女一样 羞红了脸 而恰在此时 高渺也从走廊的对侧走来 两人在走廊上相遇了 两人坐下后 聂小倩二家的解释 说是怕浪费了 才给高渺喝的 高渺的心中窃喜 欣赏了横刀夺爱的任务 终于有苗头了 然后他尝了一口 他的味道迅速的刺激了他的味蕾 马上大喊着有毒 然后吐了出来 甚至自问聂小倩为什么要毒他 记得聂小倩浑身发抖 一掌打掉了高渺手里的碗 然后气哄哄的走了 高渺还奇怪 平时带聂小倩不饱 怎么好感不长 反而到了下毒的地步 娜娜说 可能只是单纯的厨艺不好罢了 转而看向打碎的碗 做完老牛红鸟 蛇根树 鼻汤 鼠牛之处 花都枯萎了 这回发生这样的事 看来攻略 聂小倩的任务 又得等一等了 完成不了任务 就赚取不到虚源 只能通过其他方法 先提升树妖的实力了 娜娜开始查起了 这个世界的攻略 原著中 就是这三个妖怪 前去捉拿聂小倩 杀了树妖 又重伤叶赤侠 叶赤侠逃入 幽民盆地后 偶遇了一个神权 明宁权 在权力抛过之后 实力大增 在幽民盆地 到处都是僵尸 那些大妖们杀不尽 所以将那里列为禁敌 但现在因为娜娜的存在 他们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 知道了这个机缘 娜娜提前一步 去获取这个机缘 刚秒听后闷头思考着 自己肯定是不能处置的 出了树木工 实力少于大捷 谁也打不过 他迈着布置 朝燕赤侠的房间走去 这回燕赤侠 终于派上用场了 他心想 房间内 两人对着棋盘而坐 燕赤侠因为亲眼看到了 高秒为保护他们 与其他三名妖怪决裂 所以一直以为 高秒是个实力高深的大修士 高秒也继续发挥着 他装成弄鬼的本事 话点一点 但不说痛 燕赤侠问高秒 明明有斩杀三名妖怪的实力 为何那天反而放他们离去 高秒手握棋子 面带笑容 吃掉狙马炮可不算赢 他说 要杀掉他们保护的将帅 才是引起 燕赤侠震惊了 难道他的目标是黑山妖王 黑山妖王来万妖之王 据燕赤侠所知 在人类中能比肩的 基本上都是些 活化石级别的人物 燕赤侠看向 气定神仙的高秒 行动惊叹 他究竟是什么人 开局一张嘴 全程靠忽悠 高秒靠着装神弄鬼 成功让燕赤侠 觉得自己是一个影视大高手 如今高秒暗示 要斩杀黑山妖王时 燕赤侠再也不淡定了 毕竟除掉黑山妖王这种级别的大妖 是每一个修道之人的毕生梦想 此时高秒突然询问燕赤侠 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斩杀黑山妖王 燕赤侠的心瞬间被拨乱 像个孩子一样高兴的站了起来 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实力 还远远达不到那个层次 这使高秒又将手伸向了棋盘 表示自己由于某些原因 被困在树木工 就如同这将帅被困于淋雨之地 所以需要一些帮手来铲除杂兵 然后说为燕赤侠准备了一束机缘 送他一瓶千木梨液用来疗伤 还有一根树枝用来沟通 燕赤侠拿起树枝和药 抱拳多谢后就离开了 这回要燕赤侠吃的铭尼泉是神泉 浸泡过后实力会大增 而且不会因为多人浸泡而分散神力 等到时候燕赤侠带着树枝分身沐浴铭尼泉 就可以一起提升力量了 并且燕赤侠从此以后还会对他感恩戴德 实在是一举多得的计划 在树木工几百里之外的洞穴里 那三名妖精也得到了 有盗士出了树木工去幽冥盆地的消息 妖怪们不知道有明灵权 所以很是不解 盗士往那个满是僵尸的地方跑干什么 鸟鸟则说供伐树木工的消息已经发出 那个盗士想找死就让他自己去死 主要任务在讨伐树木工上 看见鸟鸟这么说 另外两个妖怪推测 看来那个盗士并不是黑山妖王所求之物 至此几个妖怪对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名盆地类 因为有高淼这个提前看剧本的外挂帮助 燕士侠通过破解他们的弱点一路过关斩将 把原剧情理一个月才干过去的情节 半天就搞定了 燕士侠还以为这次高淼布置的试炼 心中暗自佩服 高淼索性将大佬的身份装到底 通过千里传音 高淼告诉燕士侠他通过了试炼 接下来应该去领取属于他的机缘了 这泡澡不仅舒服 而且还能变强 多是一件美事啊 话说燕士侠经过了高淼的指引 顺利的找到了这个世界的隐藏机缘 明宁泉 接着他就带着树枝一起泡进了泉水里 明宁泉果然名不虚传 不一会儿燕士侠就感受到了强烈的灵气 包裹着全身 他从水中一跃而起 藏在了空中 这意味着他顺利突破到了恋神反须的境界 从此可以任意驰骋在天地间 而此时湖水的动静仍在积蓄 水面翻腾不止 泉水都集体涌向了那根小树枝 树枝在泉水的沐浴下飞快地成长着 须余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远在树木工的高淼欣喜万分 自己的树枝居然把整个泉水都吸干了 真不知道到时候回来的时候会提升多少 由于树枝要在树木工百里之外才能回归本体 所以叫燕士侠硬生生地把已长成大树的树枝扛了回来 燕士侠将大树放下后 就像说去处理掉之前的那三只大妖 结果被高淼找理由回绝了 他可不想把报仇的机会给其他人 随着大树的力量渐渐地飘回树木工 高淼欣终于获取了提升的新力量 接下来就是报仇时间了 中妖王收到了鸟腰的邀请函 也已悉数到达了树木工千里之外的营地 妖王们信心满满 已经在商量着怎么瓜分树木工的战果了 就在妖王们举杯喊口号的时候 一阵晃动传来 还没等妖怪们出门查看情况 一只巨大的树杖拍了下来 营地瞬间被拍扁 妖王们不同小妖那么脆弱 还是逃了出来 但却对这次突袭大为吃惊 树木工练只听见高淼唱快的笑声 这次明灵拳之行 直接将妖力提升到了900年 而又由于超凡古墓的buff加成 从三成涨到了六成 现在就是900加600 等于1500年的妖力 四手五入就是一个亿啊 树药的攻击和妖力相当 也就是说现在的攻击范围是1500里 高淼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再次发动攻击 朝妖王们冲去 这一掌1500年的功夫 你挡得了吗 远处一张从天而降的大掌 正在拍下来 几个妖怪都躲闪不及 被打了个正招 像妖怒了 表示这也太欺负妖了 直接抱走使出了大招 这是一个更大的手掌 砸向了她 顿时山崩地裂 其他妖怪震惊了 直言这树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厉害了 千里之外一巴掌 就把小象打得动弹不得 他们纷纷开始指责鸟妖 说她告诉大家 树妖的实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鸟妖和蛇妖眼见不敌 赶紧跑路 远在千里之外的树木工内 高妙面带嘲弄的笑 逃 只要有树的地方就有她 几个妖怪又能逃到哪里去 树林里 纵妖正在疯狂的逃窜 可高妙哪会给这些妖怪机会 树长如雨点般从天上起来 几个妖怪必无可避 发出了痛苦的熬角 但似乎只有鸟妖躲过了一劫 她知道树妖可以以树作为耳末 所以一路上她边逃边烧 试图躲躲掉树妖的攻击范围 就在她逃了2000里 终于松下一口气时 妖力化作的藤蔓从树林深处冲过来 将她一把缠住 接着传来了高妙的声音 原来由于树妖天赋的升级 掌握了操控树木的能力 可以使树木工所在的千连古墓进行移动 这样就不会局限于那1500里的攻击范围了 鸟妖陷入死局 开始说自己的亲戚 是黑山妖王的近视 试图来威胁高妙 看见落下的树拳 速度丝毫未减 又大喊着她知道 黑山妖王鼠球之物是什么 然而高妙并不打算停下 一拳过后 山林里只留下了凄惨的鸟叫 和几根漂泊的羽毛了 树木工类高妙大摆宴席 而食材正是刚刚那几个大妖 聂小线心中暗自吃惊 树妖竟然真的把那些大妖杀了 不仅如此 还把妖肉给姐妹们分死 900年妖猎的妖肉肉质性 不禁让聂小线直呼过瘾 高妙还在揣摩着 鸟妖死前说的 她手里有黑山妖王鼠球之物 气想来应该就是聂小线了 正在这时一个女鬼 打算给高妙喂一块肉 高妙瞟了一眼 大死一丁 只见那女鬼浑身通透 泛起了白光 高妙就问她们怎么了 原来是女鬼们需要吸食阳气 才能维持鬼体 但高妙的到来 又禁止了她们找凡人吸食阳气 导致鬼体不全了 高妙看着自己宫内 善解人意的女鬼们 于心不忍 又不想让她们重新去吸凡人的阳气 这叫奶奶查查宫 令塔臣补充阳气之外 其他的女鬼最后都被厌齿霞超度了 这可难倒了高妙 再不想她们被超度 也不想她们去害人之间左右为难 这时其中一个女鬼突然说 还有一个办法 需要高妙 话还没说完 就被另一个女鬼捂住了 只剩下高妙焦急的问道 还有什么办法 这些可怜又懂事的女鬼 马上就要魂飞魄散了 这让人怎么不难受呀 所以当高妙听到了 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 今晚问她们是什么办法 无奈之下 小女鬼只好说了出来 办法就是要有一个千年级别的大妖 给她们过度妖力 而女鬼们先前不肯说 就是因为这会消耗相当恐怖的妖力 女鬼们担心高妙承受不住 听到这儿高妙放松了起来 她还以为是什么别的方法 不过是妖力而已 对于她来讲 要多少有多少 女鬼听到高妙这么说 既开心又无奈 接下来的时间里 高妙就开始给树木工的女鬼们 输送妖力了 妖力充盈着女鬼的身体 鬼体也由于妖力的注入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成功了 女鬼们开心的欢呼了起来 只有聂小倩在一旁皱着眉头吃醋 弄好一个女鬼后 高妙站了起来 这时刚刚的女鬼 突然上来亲吻的高妙 女鬼们高兴极了 这下鬼体不全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大家都冲向了老爷高妙 只有聂小倩在后面 小声嘀咕着她们不知休息 聂小倩看着高妙 将妖力一个个的注入 女鬼们体内 害怕高妙身体吃不消的她 在角落迟迟不肯向前 想着还是让高妙休息一下 就走掉了 而这一切 娜娜在一旁看得一行二出 夜幕来临 娜娜将聂小倩的事情说了出来 高妙听后觉得 自己应该很快就能攻略聂小倩了 娜娜表示主人这么直男 是怎么能让聂小倩这种级别的美女 春心不动的 高妙说这可不是现代 要身高学历防止车子 在这里你只要长得帅和救过她 就足以让妹子爱上你 而这些条件 高妙恰好都满足 月光下 高妙独自一人为聂小倩凝聚鬼体 各氛围 各处境 看来今天是完成任务的大好机会 高妙开口邀请聂小倩一起去外面走走 多吸收吸收月光 聂小倩害羞的答应了 然后两人就开始漫步在月光下 娜娜提示高妙今天是个好机会 争取今夜夺得聂小倩的芳心 可打架高妙在行 泡妞高妙就不知怎么办了 连话都说不出一句 娜娜赶紧查追女孩子的攻略给高妙 高妙看了看攻略 亲了亲嗓子 这次聂小倩突然说道 的确成功了 娜娜欢呼了起来 刚才分明没有月亮 聂小倩都在复合 根据攻略上来看 女生这么回答 一般就算成功了 这么一来 横刀夺爱的任务应该是完成了 无论多么尴尬的话题 聂小倩都能接住话 这么看来 这个世界横刀夺爱的任务应该是完成了 可系统上显示的任务进度仍然是未完成 娜娜觉得是聂小倩没听懂 打算再换换别的 然后高妙拍了拍聂小倩的前 在月光之照要下问道 你知道樱花飘落的秒数是多少吗 这突如其来的串戏 搞得聂小倩满脸问号 娜娜在一旁 更是为自己主人的情商担忧 可没想到的是 聂小倩依然羞红着脸回答了高妙 娜娜再次查看了任务 发现依旧没有完成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内 高妙尝试着各种电视动漫里的台词 聂小倩都一一回应着 能完整的听完高妙 念这么多羞耻的台词 按道理来讲 应该就是好感度满了 可不知为何任务始终就是完不成 天色太晚了 没有办法之后让聂小倩先休息 而早在一旁 因为出门散步 而走到附近偷听的宁彩藤 靠在树边睡着了 不知道横刀夺爱的任务成功与否 是不是跟宁彩藤有关 几天后 高妙把宁彩藤叫了过来 他告诉宁彩藤 人和鬼本是不能相结合的 他跟小青的结合 恐生怪异或胎 宁彩藤表示 小青是老爷的干外孙女 一定要救救小青 高妙一口答应 接着看了剧本的高妙 叫宁彩藤去一个叫 阴元寺的地方 里面有一个扫地老生 可以解决人鬼体制相冲的问题 然而实际上在原著中 由于宁彩藤是 妾女妖魂世界里的 气韵之子的缘故 他和聂小倩去往阴元寺 会得到一件宝贝 菩提手链 而这手链对以后 和黑山妖王的战斗中有大勇 这次将宁彩藤引去阴元寺 一来可以得到那件宝贝 二来可以分开宁彩藤和聂小倩 又是一箭双雕的计划 宁彩藤本就对 树妖老爷的干法有了大改观 因此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半个月后 宁彩藤并未带来好消息 这就让高妙十分困惑了 按道理来讲 宁彩藤作为这个世界的绝对主角 这机缘本就是属于他的 不应该被拒绝才对 男男才想 会不会是因为去的人是小青 而不是聂小倩 要不让聂小倩和宁彩藤一起去 高妙听到后 投来了和善的眼光 表示自己本来全村都是绿色了 可不想再戴个绿帽子 既然宁彩藤拿不到手链 那就自己去拿 好歹不过一个NPC 希望那和尚不要不是好歹 到了姻元寺 看见了长津阁上的佛光普道 看来手链就在这寺庙里无遗了 高妙踏进了寺庙内 突然 高妙的身体一瞬间僵住了 而眼前的老僧正在慢悠悠的扫着树叶 老僧双手合十 告诉高妙此物是正与一对真心相爱的人的 与师祖无缘 请回吧 强烈的压迫感使高妙动弹不得 这老僧不仅知道高妙为何而来 还能让一个1500年妖猎的大妖动都不能动一下 果然小说里的扫地生都惹不得 不得已 高妙也赶紧坐一 然后离去了 果然 小说世界里的扫地生都是隐藏高手 实力深不可测 只需一声咳嗽就让高妙动弹不得 无奈之下 高妙正好放弃抢取狐狸手链的念头 那么根据小说世界的设定 必须要真心相爱的宁彩城和聂小倩 才能获得老和尚的赠予 可自己还要攻恋聂小倩呢 想要聂小倩陪着宁彩城去 必然不可能 正想着 只见宁彩城正抱着一卷画徘徊在街边 他走向摊贩打算卖掉自己的画 看位老板摊开画卷后 只见画中的女子既是聂小倩 这下高妙终于明白了 这宁彩城虽然已经和小星成亲 心里却依旧想着聂小倩 因为宁彩城三心二意 所以老和尚没有把菩提手链给他 接着高妙开始了他的新计划 几天后 只见高妙在街边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 这两天高妙试过找一对世俗真爱去见老和尚 结果发现并没有什么用 原住里的手链就是为宁彩城一个人准备的 所以现在只有忽悠宁彩城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顺便这次也让他打消对聂小倩的念头 拖已经找好 接下来就等宁彩城上钩就好了 即日宁彩城如往常一样在街边闲逛 但耳边传来的全是神串子的声音 说是可以帮忙找到真爱 看着行人们纷纷朝着神串子那边走去 彻底被高妙加班的神算子折服了 因为他不仅将自己的生平算得一清二楚 还知道自己隐藏在心底对聂小倩的心意 呃废话 高妙可是看过剧本的 就连你内裤是什么颜色 高妙也了然于心 接着高妙让娜娜赶紧搜索爱情故事好忽悠宁彩城 娜娜搜索完后 高妙对着宁彩城说 她本是三生食饭的酱书仙草 而聂小倩前世是神音侍者 因为聂小倩路过时洒下一捧露水 仙草才得以化为人形 所以今生才会对聂小倩念念不忘 但那刘小倩却是陪伴在酱猪草旁千百年的石子 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酱猪草 因此今生酱猪草注定要和小倩结为年龄 了结这段情缘 这一波红楼梦打击下来 宁彩城已经泣不成声 为小倩感动的痛哭流泌 谋问高妙应该怎么办 终于到重点了 高妙顺势叫她带着小倩去姻缘室 获得菩提手练后归还给聂小倩 了结这段因果 并叫她去的时候一定要心无杂念 不能对除小倩外的任何人有爱慕之意 果然当宁彩城带着小倩再次来到姻缘室时 老和尚把菩提手练赠予了他 两人得到手练后水乳交融 融为一体 接着宁彩城按照约定把手练交给了束腰老爷 叫高妙转正给聂小倩 高妙看着宁彩城从之前的举膝不定 到现在和小倩二人爱意满满 不禁感叹着手练的神起 接着宁彩城二人牵着手 满是爱意的离开了 好不容易得到了手练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融合了 但高妙还是担心自己身为妖怪 融合一个佛门的宝贝会不会有问题 娜娜表示不要怀疑她的业务能力 尽管融合就是 然后高妙就开始划破手掌 进行融合 这十千里之外的姻缘室内 老和尚盘坐在地上 说他本来是月老身边的一根红绳 化作这寺庙里的扫地僧 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手练送给宁彩城 顾他平安 如今任务完成了 终于可以安心人际了 就在老和尚化作仙气凌去时 他突然一激励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老和尚不甘心的瞪大了眼睛 菩提手练 沾染了妖气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一切都晚了 老和尚的意识 慢慢的飘向了天空之中 妖力和佛力相结合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刚秒拿到佛门至宝菩提手练后 将他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顿时一股强烈的力量席卷全身 这次娜娜发现 他的素妖人物卡更新了 从素妖老爷变成了亲朋树种 能力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强化 就在娜娜好斜的时候 高秒的身体突然消失不见了 化作了一枚小树种 不知朝着哪儿飞去 娜娜赶紧跟上去看看情况 只见高秒钻进了一棵巨大的树里面 此时她的妖力已经被净化了 成为了一棵具备佛性的树种 可以和各种超凡古墓相融合 娜娜表示没有妖力 那不更弱了吗 这样还怎么打黑山药王啊 高秒说自己融合了菩提手链后 知道了一段记忆 在这个世上 还有一棵两千年树林的菩提佛树 只要找到它 就可以对付黑山药王 接下来的时间里 高秒凭借着菩提手链 给予的记忆寻找菩提佛树 它翻山越岭 跨河渡江 走遍世界各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 它终于找到了这棵两千年树林的菩提佛树 高秒二话不说 直接进行融合 它的身体慢慢和树木融为一体 不一会就呈现出了新的容貌 头发也从绿色变成了佛光普照的金色 整个实力得到了大加强 高秒此时对日后 打败黑山药王自信满满 在回到了树木工后 黑山药王的药王使者 拿着一圆指令来见高秒 并质问高秒 鸟鸟那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高秒这坐在高位上不屑一顾 细血地问 不知黑山药王有什么指质 使者听后心里很是不满 然后使者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 奉黑山药王的旨意 要女鬼聂小倩 要他的一年一月 因实出称之体 此时聂小倩瞟了一眼 在一旁的高秒 心里叹了一口气 想着自己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 不过虽然自己要被献祭 给黑山药王 但姐妹们和高秒能活下来 也还算不错 就在他准备起身跟使者走时 突然被一把拦下 圣指 黑山药王算什么狗屁东西 说话时 高秒释放法力朝使者冲去 使者表示着 索摇好大的胆子 竟敢违逆药王 高秒直接加大了力度 一直击穿了使者的身体 谁给你的勇气 是黑山药王 还是梁静如 使者不可自信的看着高秒 黑山药王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说 这时的聂小献也赶紧拦着高秒 他提醒高秒 一旦杀了这使者 就不能再回头了 意味着彻底和黑山药王举例 然而高秒还是举起了手指 不仅是你 黑山药王我也杀定了 耶稣都留不住他 我说的 圣指 放屁而已 在得到了菩提佛术的力量后 高秒自认已经摸到了 妾女妖魂世界五力的天花板了 所以当黑山药王使者 来到顺不公提要求时 高秒二话不说 就直接干掉了他 完事之后就大摆宴席 请宫内的女鬼们吃起了腰肉 高秒是高兴的 女鬼们可是一点也不敢动筷子 女鬼们担心高秒这次冲动 杀死黑山药王使者 会引来大火 聂小献心里更是担忧不已 然而最熏熏的高秒 压根就没把黑山药王当回事 反而劝他们不用担心 话还没说完 由于喝了太多的酒 高秒直接醉倒在了桌上 女鬼们一阵惊呼 担心着看着高秒昏昏睡去 夜幕来临 聂小献一个人悄悄飞说了顺不公 突然身后传来了其他的声音 导致聂小献停坐了脚步 其他的女鬼们纷纷指责 聂小献太没有责任心了 这个时候居然要逃跑 黑山药王是这个世界的最长战力 高秒得罪了妖王 女鬼们都很害怕 本来逃跑是最佳选择 可自从高秒附身的缩腰老爷之后 对女鬼们可谓是关爱有加 今天晚上女鬼们还打算 找聂小献商量对策的 这回是看到聂小献想逃 这种女鬼们都非常生气 表示这个时候淘宝还算是好鬼吗 众姐妹们的一字一句 都深深的戳着聂小献 她终于到处了实情 原来聂小献知道黑山药王是送着她来的 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换大家的命 只要把自己献出去了 大家就能平安无事了 聂小献动身时还嘱咐姐妹们 不要告诉高秒实情 刚说完 天空中就传来了高秒的声音 之前高秒从天而降 落到大家的身边 暗地里自豪的对娜娜 炫耀自己女鬼们的忠诚 原来刚才的装罪都是娜娜的提议 想看看顺母宫内 有没有心怀鬼胎的鬼 测试他们的忠诚度 如今这番结果也是令高秒欣慰不已 短头对聂小献说 刚才的一切自己知道了 聂小献此刻惊讶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高秒凑上前去摸摸聂小献的头 打算来一记强心剂 既然大家都这么担心黑山药王 那就冲到他的大本营里去 将他彻底摆平 省得担心受怕 前里之外的黑山殿内 众妖齐聚在一起 因为没有接受到猴妖被高秒杀死的消息 还在记住猴妖 这次去苏母宫即将拿到不少好处 突然一个球状物体飞了过来 妖怪们接住一看 赫然是猴妖的头颅 妖怪们惊讶不已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紧个屋子又突然晃动了起来 店外传来了高秒的声音 黑山妖王 你的河饭到了 一会儿后只见高秒和艳赤侠 一同步入了大殿 高秒提示燕赤侠一会儿不要强求 打不过时就用他给的那件宝贝 几个大妖听到响声后冲了出来 抬头就看见了高秒和燕赤侠 大妖们看到素妖和一个道士 敢闯黑山殿 入不可遏 接着高秒给工具人燕赤侠下达了任务 速速拿下这几个大妖 燕赤侠得令后朝前冲去 终于要直面大boss黑山妖王了 作为素妖老爷的高秒 能够战胜黑山妖王吗 燕赤侠听从了高秒的指示后 对几个大妖下了手 他施展困刀术画出正法 困住了几个大妖 大妖们动弹不得 就喊着小妖们赶紧上 高秒看着此情此景微微一笑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种炮灰级的角色数量再多 也毫无意义 随便的一个攻击 就让小妖兵们死伤惨重 解决掉小妖之后 接下来就是正在闭关的那位 正准备出手时 宫殿的墙颤抖了起来 一股起今为止 最浓烈的妖气席卷而来 黑山妖王终于现身了 被困住的大妖门 看到自己的大王出关了 高兴不已 这时燕赤侠突然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愤怒的燕赤侠看到 黑山妖王手里拿着被吸干的头颅 失去了理智 打算给黑山妖王来一招猛 但妖王似乎淡定无比 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 就把燕赤侠的剑给震碎了 碎片朝着燕赤侠袭来 幸好法术画成的树母盾 护住了燕赤侠 但由于惯性 还是把他给弹飞了 高苗指责燕赤侠太过冲动 任母亲实力的差距 可燕赤侠斩妖除魔心芡 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搞得高苗一阵无语 接着高苗告诉燕赤侠 黑山妖王由自己一个人对付 燕赤侠只用管 旁边几个大妖部干扰就行了 旁边的妖怪们看到大王出山 那是自信满满 虽不能动 但嘴巴却依旧叫个没完 高苗看着定在空中的黑山妖王 嘲笑地说 就你叫黑山妖王 就是你垂涎我家的聂小倩 聂小倩 妖王说道 那本就是属于本王之物 说着妖王发动了攻击 威力很大 但却被高苗躲开了 妖王嘲弄高苗只会跑 高苗听后说自己可不只会跑 然后仰起了自己的手掌 释放一道金光 朝黑山妖王冲去 同时黑山妖王用妖力 画作一把大刀砍向高苗 两者相撞后 高苗的额头开始释放一些佛金 佛金化作的护罩 成功挡住了妖王的攻击 接着高苗再把佛光释放了出去 一旁的妖怪们震惊不已 一个树妖释放的法术 怎么会有佛光加持 高苗说自己可不只是妖 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佛术 俗话说喜白若三分 但现在有菩提佛术加持 刚好克制妖血 那是喜白长三倍啊 高苗说被自己佛光击中的妖怪 妖力会慢慢的净化 劝黑山妖王站着别动 自己会慢慢的把它净化成一个零食 然而黑山妖王 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挑衅 他面不感色 似乎刚才的一切只是在活动筋骨 面对剑女妖魂世界的最强boss 黑山妖王 高苗虽然在得到了 菩提树的力量加持后 有把握打赢 但也不敢懈怠 折腾了一会儿后 黑山妖王似乎开始认真的起来 他用妖力操控倒在地上的碎石 然后朝着高苗砸去 高苗也不示弱 用自己的佛力轻松地击碎了巨石 可就在烟雾消散的时候 黑山妖王从烟雾中挥狠冲来 高苗不慌不忙 甚至面带微笑 由于佛光对妖力的克制 即使黑山妖王的实力要稍强一些 但也破不了高苗的护盾 不仅如此 黑山妖王出拳的拳头 还在被佛光不断地净滑 妖王的手下们开始急了 他们没有想到高苗的佛光 如此克制自己的大王 可事实真的如此吧 只今天一声闷响 黑山妖王的妖力冲破了佛光 一拳重重地击在了高苗的胸口上 不愧是最强的大拨士 一击就打出了贯穿新城般的效果 把高苗狼狈地砸进了废墟里 这次轮到高苗疑惑了 明明黑山妖王的妖力 被自己的佛光净化 仍然义无反过地进攻 难道他不怕吗 同时高苗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胸口被击中的地方 也被妖力污染了 无法快速恢复 高苗皱起了眉头 看来这次是一场恶战 接着双方便朝对方冲去 就这样来来回回大战了几百个回合 天空中的佛力和妖力互相交错着 强大的力量 导致其次在战斗之外 也遭受到了波及 燕尺侠和其他妖怪们 被散发的力量 绷得四处逃窜 几番打斗下来 高苗由于力量稍弱一些 被打得伤痕累累 腰裂的心石 导致身体无法恢复 而黑山妖王也没好到哪里去 半个身体都被佛光净化 变成佛像今生 现在就看谁最先坚持不住了 两人紧接着又互相撕打了起来 千里之外的树木宫内 聂小县独自一人 在池塘边喂着鱼 感叹要是人 妖鬼 像鱼儿这么容易快乐就好了 他望着天边的月亮 心里在默默地祈祷着 高苗能够安全归来 黑山妖王和高苗的战斗 也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了 高苗此时筋疲力尽 浑身满是伤口 而妖王的大半个身体 也被佛光净化 可高苗的修为 毕竟少了黑山妖王500年 论持久 还是黑山妖王更厉害一些 即使你赢了 妖力也被我净化到 只剩下500年 他将手中的长毛射了出去 燕翅侠看见这种情况 本想上去挡下这一击 可刚才那几次 争夺的大妖们 拦住了他的去路 高苗此时也操作 黑山妖王大吼 必无可避 长毛狠狠地刺穿了 高苗的身体 完大了完大了 反派不按套路出牌 即使两败俱伤 也要不计后果地 把高苗杀掉 现在的高苗中了一毛后 已经奄奄一息 就快要生死魂灭了 一旁的燕翅侠虽有心 但被妖怪们困住的他 也无能为力 黑山妖王打算 补上最后一击 彻底结束高苗的性命 可就在这时 一颗参天大树 拔地而起 黑山妖王困惑 这树是从哪来的 还记得大战前 高苗递给燕翅侠的 乾坤袋吗 原来高苗留了 最后一张底牌 他把树木工的 那棵千年古树 装进了乾坤袋里 带了出来 高苗化身为树种 飘向了古树内 再度变成了 原先的树妖形态 他问黑山妖王 为何执着于他的 聂小倩 而陷入败局的 黑山妖王 已经没有心思 回到高苗的问题了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 不明白自己 究竟是如何败的 竟然问不出什么 高苗也懒得问了 由于菩提树形态的佛力 净化了黑山妖王 2000年的妖力 只剩下500年妖力的妖王 被高苗轻松解决了 劈开妖王后 身体里似乎 有什么人掉了出来 高苗接住一看 发现黑山妖王 躯体里的人 竟然和聂小倩 长得一模一样 其他妖怪们 看见自己的大王 输了 慌了神 然后一个接着 一个身体膨胀了起来 最后炸得四分五裂 由于黑山妖王 生前给这些妖怪们 种下了诅咒 他一死 诅咒就自动出发了 解决掉妖王后 高苗将他的尸体 带回了树母宫 聂小倩惊讶 高苗竟然真的有能力 杀掉黑山妖王 可高苗此时心里 还是疑惑满满 他不理解 为什么两个人 长得一模一样 高苗害怕妖王版的 小倩的死 会影响到自己的聂小倩 所以又施法强行 把魂魄留在了身体里 高苗赶紧问到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聂小倩这才决定 说出实情 小倩说在他生死时 莫名觉醒的一段记忆 记忆中显示 他们原本是同一个人 而小倩只是 黑山妖王的一缕分魂 后来投身在了 凡人母胎 被生了下来 黑山妖王为了魂魄完整 必然会找上小倩 所以才一直不敢直面 对高苗的心意 心意 是突如其来的告白 搞得高苗满脸通红 娜娜开心地告诉高苗 戏图显示横刀夺爱的任务 终于完成了 奖立了两颗絮缘 看来黑山妖王的死 终于让聂小倩敞开心扉了 只是在灵堂上被告白 高苗感觉怪怪的 几天之后的夜里 聂小倩缓缓地走向了 黑山妖王的身体 本来黑山妖王想吞噬 聂小倩获得魂魄圆满 但如今被高苗击杀 只留下一些无意识的残魂 现在反过来 聂小倩只要吞噬了 黑山妖王 实力就会大增 聂小倩一边吞噬黑山妖王 一边还在感叹 造化弄人 可突然 他感受到了黑山妖王的意思 还没有被完全抹杀 这下完了 聂小倩已经进入了 黑山妖王的身体 烛光灭去 只听见聂小倩微弱的声音 喊着高脑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前几天刚刚把黑山妖王杀完 今晚聂小倩又因为 要融合黑山妖王的残魂 陷入了危机 本来说融合 只需要半住香的时间 可高苗等了许久 都没有见到聂小倩归来 就在这时 门之压的开了 从门后突然出现 一个巨大的拳头砸了过来 高苗躲闪不过 下意识的用树谷顿抵挡 然而一下子就被击碎了 这下高苗意识到 眼前这个聂小倩 已经被黑山妖王占顶了 而且刚才那一季的力量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修为 妖力起码在四千年以上 面目猙獰的黑山妖王 开心的走了过来 早年间 黑山妖王就炼制了一颗定魂珠 为了保住一丝魂魄不灭 这回竟然意外的派上用场了 现在的他已经融合了 聂小倩的魂魄 真正的获得了圆满 实力深不可测 再也不用害怕高苗了 由于动静闹得很大 燕翅侠闻身而来 他见到眼前异样的聂小倩后 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魂魄的妖力 比以前的黑山妖王高了一倍不止 高苗赶紧叫燕翅侠这个修道的 看看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燕翅侠透过道法 观察到聂小倩的魂魄 正在被黑山妖王压制着 由于定魂珠的效果 才能让妖王的魂魄占据主动 可还没等他看仔细 妖王就一掌扇过来 打算先除掉这个碍射的道士 燕翅侠也赶紧摆出战斗姿态 反正能降妖出魔 他誓死如归 高苗见状赶紧拉走了燕翅侠 对这个呆头道士也是无语至极 跑的过程中 高苗赶紧问燕翅侠有什么破解之法 燕翅侠递给高苗一张定身符 说只要把符纸贴在了妖王身上 他就能施展破解之术 高苗接过了符纸 站在了黑山妖王的面前 黑山妖王看到后丝毫不担心 毕竟现在的他实力和高苗不是一个级别的 根本不会给到高苗贴符纸的机会 高苗随即让燕翅侠先走 然后微微的笑了起来 他转身钻进了树林里 然后叫娜娜准备掉出欧文的电子卡 准备切换自己的大号 刚刚到手的两颗续言 还没捧热火就要用掉一个 娜娜心痛的不得了 还想让高苗要不试试用嘴盾赶化黑山妖王 然而一切都不如实力来的安心 高苗毫不犹豫的按下了欧文的电子卡 欧文在线 竟然没有机会贴符纸 那就打到动不了 还不是随便贴 高苗笑着说 黑山妖王听见如此狂妄之语 本想捧腹大笑 但突然就接到了结结实实的一拳 这股强大的力量让妖王惊讶不已 不给任何机会 高苗继续利用欧文的力量狂揍黑山妖王 最后一击打算解决战斗 被打了狼狈不堪的妖王 用尽全力释放了最强的妖力 然而无论如何 终究是欧文更胜一筹 黑山妖王被打倒在地上 动弹不得 不甘心的他缓缓深夜 看着高苗一步一步的向他走来 《借女妖魂》本是小说里 衍生出来的小世界 但如今由于高苗所做的一切 世界线已经大为变动 燕赤霞成为了国师 而令彩神竟然成为了当今的圣上 百姓安居乐业 国泰民安 而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切的高苗 这段时间正和聂小倩一起红尘作伴 四处逍遥 在这期间里 高苗完成了不少虚言任务 而帮助令彩神登基也是其中之一 降低了三颗序言 这也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高苗看着前方 陷入了沉思 自从击败黑山妖王救回聂小倩以来 已经过去了23个年 这23年来 他一直通过援助的一些线索 来找这个世界的隐藏机缘 顺便在这个世界探索 并完成有关的序言任务 比如斩杀2000年海妖 收遍一些心性尚口的妖怪 建立悬门正宗 斩妖雏魔王天下太平清净 扶持一位明君 开放一个太平盛世德克 而这些日子以来 他和聂小倩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但这个世界的所有任务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离开了 高苗内心里满事不舍 所以在娜娜准备为高苗开启穿越时 高苗突然喊她停住 她看着还被蒙在鼓里的聂小倩 更加不舍了起来 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这个世界的人带出去 即使花掉所有的序言都没有关系 娜娜慌了 难道主人想带走聂小倩 远处的聂小倩瞄着身后 似乎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次娜娜这边跟高苗说 想要带走聂小倩也不是不行 不过需要花费一个虚言 来解锁这个角色的天命任务 完成任务逆天改命 才能带着她离开 看着疑惑的高苗 娜娜解释道 其实每个虚界众生的一生早已助力 他们从存在的那刻开始 就被天道的手无形地操控 即使是这次倩女妖魂的世界剧情 已经被高苗挑的天翻地覆 但人不足以让她摆脱天道之手 只有完成她的天命任务 逆天改命 才能彻底斩断天道之手的数字 而这个天命任务 只有小说里的重要人物 才有资格处罚 且异常凶险 普通的世界任务跟她相比 都不及其他十分之一 高苗听后只是遗憾 只有聂小倩才有天命任务 她本来还想把孙悟公里 所有的女鬼都带走 至于凶险 高苗倒是完全不在乎 说着她赶紧让娜娜花掉一颗虚言 解锁了聂小倩的天命任务 任务开启 任务名三魂合一 任务内容 从幽冥时机生前的对手 封都大帝手中 抢回幽冥时机的魂魄 高苗一脸诧异 又又没听说过的新人物出现了 这些人是谁 她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不过想到这是聂小倩的任务 高苗干脆直接去问问聂小倩 然后问过之后发现 聂小倩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一点头绪都没有 搞得高苗很是着急 聂小倩看高苗焦头烂额的样子 突然问道 这对你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这可是决定能不能将他带走的东西 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带走聂小倩 高苗又不打算隐瞒了 他看着聂小倩的眼睛将自己穿越 从地球来的所有事情 全部告诉了他 幽冥时机 丰都大帝 作为一个在倩女妖魂世界里 生活了23年的高苗 是一个也没有听说过 他言语黑山妖王打完 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 连人都不知道在哪的丰都大帝 既然得不到消息 高苗决定去找当今皇上的宁采臣帮忙 殷采臣随即找来了一堆文人 整天的翻阅古籍 看能不能查到线索 就在这时 殷赤侠突然进来说 丰都就是鬼城 本来就是民间传说 不过殷赤侠毕竟是修道之人 平时认识的奇人意识也多 他见高苗这么上心 就叫自己的门下弟子 就帮他寻找线索 半年后 一个盲眼老人突然拜访殷赤侠 说自己先祖的古籍记载 丰都确实存在 丰都大帝乃是殷朝地府之主 但他无法来到地上世界 就在每日半夜害时 引起最盛的时候 去极西之地的通灵城 才能够见到丰都大帝 这老人说完后 还不忘提醒雁赤侠 那里是最可怕的地方 无论如何 千万不要和丰都大帝染上因果 高苗在后面听到这消息后 沉思了起来 这段时间有许多人 因为悬赏 装神弄鬼的提供消息 但这次有时间有地点 而且谈吐颇为不熟 高苗决定去试一试 半夜时分 高苗如约来到通灵城 这里果然阴气十足 让人甚得慌 突然高苗的眼前 出现了一群阴兵向前走来 看来那个瞎眼老人 没有骗人 高苗决定往阴兵出来的地方去看看 为了以防万一 高苗还切换成了欧文形态 毕竟是对付这种隐藏boss 保险一点比较好 只有Nana在心疼虚言 高苗切换完后 直接跑到了阴兵们的面前 阳气十足的欧文形态 吓得阴兵们四处逃窜 会一会儿就来到了传说中的鬼门关 通过这道门 换一个皇帝的想法走了进去 可还没走几步 高苗就愣住不动了 浑身止不住的冒冷汗 欧文形态的危机预警触发了 他告诉高苗 这一步迈下去会有大危险 大恐怖 而且会死 Nana吃惊不已 现在高苗的力量 第四能级中后级都很难杀掉他 而这个世界里 第四能级的人物 根本都还没有出现 可高苗感觉到 这个风都大地强到不可思议 绝不能硬着来 但他是不会放弃那条线的 高苗决定等上百年上千年 直到力量超越风都大地为止 也一定要带他走 Nana听完慌了神 他说了 高苗根本没办法 在这个世界待这么久 因为虚界是轮回的 剧情走完后 世界就会重制 到时候如果不走 就会成为世界毁灭后的养料 而下次重制的时间 只剩下两年了 高苗听后难过不已 两年后 再有一个月 高苗就不得不离去了 他决定在这最后时刻 再去一趟通灵城 一条线担忧地告诉高苗 不要强来 实在不行就算了 毕竟这两年里 两个人已经度过了 非常快乐的时光 已经无憾了 高苗不忍听这些 转身走了 然而就在这时 Nana突然出现 他告诉高苗 检测到有一只任务小队 正往这个世界来的路上 就在距离千里 要魂世界重制 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只任务小队 据Nana所说 这个小队是因为 这个世界的剧情变动太大 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是来调查原因的 虽然花费一颗虚言 可以不让这个小队发现他们 但Nana却不怎么愿意 为了一个聂小倩 而浪费宝贵的虚言 他是希望高苗早点走 这虚天殿的小队 目前实力还不知道 要是第五第六能阶的大高手 也不是不可能 他提醒高苗不走的话 麻烦就大了 听到这儿高苗一击脸 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 他随即赶紧告诉了聂小倩 说自己知道 对付丰都大地的方法 不久后 高苗让Nana花费虚言 知道了这个小队的 确切降临地点 接着他就用药木树 操控树木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继续操控树木 让他们在此处扎根 深深将荒漠变成了绿洲 如此一来 高苗就可以第一时间 接触到他们 等到他们降临 再花掉一颗虚言 知道他们的具体任务 这样才是知己知己 百战不残 高苗问Nana 虚天殿的人 看不看得到他 Nana说只有比自己 排名高的引导者 才看得到 而且在亿万个引导者中 Nana排名10086 即将到来的那位排名 并不在Nana前面 没过多久 勇者斗恶龙小队 如约而至 他们的到来 导致天道意识 被彻底屏蔽 高苗现在可以 随心所欲的切换形态了 任务小队 来到妾女妖魂世界后 就开始探索 这个世界的相关信息 方圆3000里 没有任何生物的迹象 于是小队老大 司法召唤出万千只蝙蝠 去搜寻信息 这能力是他从虚天殿 花了一万几分 兑换的恶魔果实 虽然力量不高 但探索却非常实用 黑压压的蝙蝠 往树林里飞来 而高苗正躲在树林里 用虚言 解析小队的具体任务 由于欧文形态 一看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为了掩人耳目 高苗还是切换成了 树标形态 软眼间 队长已经探测到了 高苗的存在 小队成员一用而上 可高苗仍然面不改色 他一面叫Nana 把解析出来的数据 说给他听 一面纵身 跳跃了小队成一样 原来他们的任务 就是探索这个世界 变化的根源 所以高苗得千万小心 不能暴露自己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 然后这只小队的 众成员都很强 比起末世事件的 那个钢铁志祺小队 要强上不少 尤其是队长 已经到了第四能级 Nana仍旧十分不解 自己主人为什么直接露面 要不要现在赶紧跑路 可高苗却不知为何 兴致正起 他直接爆发出 自己的力量 跑什么路 堂堂地上最强疏摇老爷 被人发现了就跑路 成科技 先打一架再送 明明知道对方比自己强 还要强行跟对方打一架 不知道这高苗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高苗开始先假装质问 他们是什么人 竟敢闯入树木工之主 菩提药王的境内 猥瘦的队长 听见高苗说 他是树妖老爷 就感觉不对劲 因为妾女妖魂世界的树妖老爷 明明是一个 才八九百年要立的小小boss 但面前的高苗 气势却非常近人 高苗决定把人色扮演下去 就继续霸道了叫嚣子 还朝着他们发动的攻击 小队队长也高傲的云以回应 大喊着小小赌注 不得天高地厚 两股力量猛烈的碰撞在了一起 队长惊讶的发现 自己的魔王之力 居然在被净化 小队的其他成员见状 很想释放进走 帮助队长去被制止 队长叫他们在旁边 给自己加加buff就好 随即队员施展的神圣婚姻 得了buff加持的队长 再也不惧怕高苗的法术了 局面似乎在往小队这边倾斜 安然无恙 还在惊叹巨型中的小小树妖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而高苗经过了正式的战斗后 也确定了这个小队的实力还不错 有当工具人的资格了 高苗决定不打了 转头豪迈的向他们的出现 表示惊喜 说自己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高手了 顺便邀请他们前往树木工作客 队长对着初如其来的态度变化 措手不及 小队队员们则是劝队长不要去 以免陆入什么圈套 可明知实力强于高苗的队长 还互标演技 一个假装自己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 一个骗他说自己是来自某个神秘的西方大陆 不久后终于回到了树木工 小队几个人看见树木工如此复利逃荒 树妖又如此有权有势 心中暗自惊叹 不一会儿聂小倩也出来了 小队几人开始还不认识这是谁 直到两人秀起了恩爱后 才知道是聂小倩 这又给他们来了一次冲击 按照他们进来之前 这个世界的剧情里 聂小倩是该和宁采城在一起的 现在却反而和树妖老爷安眠了起来 接着聂小倩问这几个陌生的面孔是谁 然后队长开始报自己的名字 可名字太长了根本记不住 高苗看着他头上的两个脚 提议教他阿牛好了 然后自告奋勇的说 这是自己刚刚结拜的兄弟 众人都将自己的小心思 隐藏在和谐的表象之下 先把异界莱克招安过来结拜 帮自己的兄弟 再勾引他去帮自己干掉大boss 这真是绝佳的计划 可惜异界小队并没有这么蠢 没有接受高苗的提议 不过还是暂时的在树武功安顿的下来 在这期间队长阿牛陆续派出自己的蝙蝠 去收集大量的情报 如今已经回来的差不多了 他知晓了这个世界的巨大变化 都是因为树妖 无论是宁采城还是叶翅侠 都是因为跟树妖有过来往之后 才改变的命运 小队其他几人纷纷提议去灭掉树妖再说 阿牛却说不早 他觉得树妖不仅实力变化很大 性格也变得非常多 完全不像原剧形里的样子 在燕翅侠的帮助下 击杀黑山妖王的结局是大势所需 不可阻挡的 现在连这一点都改变了 所以这绝非是世界自行也变的结果 而是有外力的干涉 而要做到这些 起码要用第五能级的实力 感应到天道的存在才可以 树妖第四能级的五道 肯定不是他 他更愿意相信树妖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好嘛 这一波自行脑补 反而把高苗的嫌疑给洗清了 不久后 高苗带着阿牛来到了极西之地 他还是假装劝说阿牛和他一起打天下 阿牛知道高苗有所图谋 打算击一击高苗 他告诉高苗自己是来请辞的 明日就要走了 事到如今高苗也不想再拖了 他叫阿牛先不着急走 然后指向了不远处的鬼剑 鬼剑攻略里没有的信息 阿牛心醒了起来 然后高苗开始向他科普 说现在的世界分为道人鬼妖 希望阿牛配合他杀掉鬼剑之主 丰都大地统一大剑 事成之后把鬼剑的位置分给阿牛 两人共同统治这个世界 高苗继续有一句没一句的忽悠着 阿牛只在思考这个风都大地 是否就是那个煽动翅膀的蝴蝶 为了谨慎起见 他先找借口离开了 阿牛走后 娜娜黑了出来 他责怪高苗 怎么现在就把风都大地 这么重要的线索告诉了他 怎么看都应该设计 栽赃到风都大地身上 让他们狗咬狗 然后坐收鱼翁之力 才对高苗语重心肠的告诉娜娜 阴谋诡计只会让自己误入歧途 好好提升实力才是正道 可娜娜还是担心自己主人 什么都不做 会不会出问题 而且相较于风都大地 感觉阿牛和他的小队 更会事先干掉高苗 听到这儿高苗自信的笑了 他明白阿牛是个聪明人 而聪明人就喜欢想太多 他们的任务是探究这个世界的根源 肯定是挖的越深越好 不知道风都大地还无所谓 现在知道了 初遥就算不了什么了 而且对于他们的小队来讲 去探风都大地的虚实 还有哪个工具人 好过高苗他自己 上次闯阴朝地府 被吓得动弹不得 这次多带了几个高手 不知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可就在鬼门关前 阿牛突然问 为什么不见艳赤霞和宁采成 毕竟他们可是这个世界的 气域之子 有他们在 好办事 可高苗的计划是想拿完天魂 直接闪人的 他可不想那么多人掺和进来 所以找了个借口 糊弄了过去 站在外面 这小队的成员和以前的高苗一样 也感受到了里面 极为恐怖的元素活动 他们在偷偷的互相传音 另有所图 高苗在一旁也感受到了 他们的偷偷团移 担心他的计划漏破绽 于是赶紧上前 告诉了他们实在不放心 更令产生他们过来也是 阿牛摇了摇头 然后再传音告诉队友放心 实在不行就直接溜掉 过后高苗就催促了他们 走进了鬼门关 来到了望川河 踏足在了黄泉路上 高苗为了快速吸引风筒大地的注意 一进来就开始百般叫嚣 突然有声音斥责高苗放死 转头望去 望川河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冲过来 原来是一对阴兵鬼将 终于有动静了 高苗继续叫嚣着 然后把矛头指向阿牛 在一旁拼命的拱火 阴兵们气愤不已 而此时的高苗则催到了一旁 跟阿牛大喊说他表现的时候到了 不过这种小角色 他们小队也不在乎 阿牛队长让手下去解决掉 他们的同时 一定要给高苗制造一点小麻烦 接着小队们就开始了战斗 毕竟是第三能级的高手 他们各自施展自己的绝招 很轻松的就解决掉了阴兵们 同时他们也没忘记给高苗制造麻烦 其中一个队员一键劈掉了将领手中的骷髅头 掉到了聂小线的跟前 骷髅头才是问题 他直接朝着聂小线飞去 就在快碰到聂小线的时候 高苗一把抓住 直接捏碎了头颅 他问聂小线明明在吞噬了黑山药王的魂魄后 实力比树腰还强 为什么刚才不出手 聂小线害羞的跟高苗说 小姐妹告诉他在外面要给丈夫留脸面 除风头的机会要留给丈夫 高苗一脸宠心的看着聂小线 两人不知不觉还秀起了恩爱 小队的人看到差点伤到聂小线 就开始假惺惺的道歉 队长看到刚刚的那一切 还以为聂小线是被吓得动弹不得了 不明白高苗带上这样一个累赘干什么 说话间地面突然开始裂开 同时还传来了练尸的声音 一会儿一座大楼拔地而起 一名少年模样的男子站在了阁楼上 飘然自若 逼格满满 什么什么 阎王爷居然是个大帅哥 众人几经辗转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风都大帝 他站在高墙之上 对刚才高苗他们打伤因病的事情非常不满 高苗也没想到风都大帝竟然长得这么斯文 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聂小线也在风都大帝出来的那一刻 感应到了自己的天魂所在了 他决定偷偷地去抢夺自己的天魂 而高苗依旧在正面语言挑衅 为了给聂小线争取时间 他直接爆发能量 准备开打 释放菩提活树 画出了果实冲向了风都大帝 而风都大帝似乎也感应到了 聂小线非同寻常 不过他决定先除掉眼前的这些人 然后再去找聂小线 直见他一边感叹的高苗 从妖术变成佛术的神奇 一边展开生死铺 把高苗的攻击吸了进去 高苗皱起了眉头 但他还不打算停下 继续变得乏了攻击风都 小队的其他成员 正是告诉队长说聂小线不见了 而队长为了不漏掉任何东西 早就派出了自己的契约兽 三脚偷偷的跟了过去 至于高苗这边 队长阿牛打算先观望 尽可能的收集更多的资料 不知不觉 风都和高苗已经战斗了许久 生死铺很强大 直接将高苗的攻击吸入 再释放出来 只不过目标换成了高苗自己 高苗感觉这个风都非常强 不过有一点还是很疑惑 这个风都实力虽然强劲 但肯定无法让欧文形态 产生那样强烈的危机感 要么是风都实力还没有显露出来 要么就是什么别的原因 高苗为了能把小队的人牵扯进来 带着风都的攻击 往小队这边飞了过来 聂小线这边正一个人 寻找着自己的天魂 正前进时被一道正法拦了下来 然后正法中央出现了一只小狗狗 正是小队队长的契约兽三脚 当聂小线听到小狗狗 说要拦住自己时感到无语 表示就凭你这小家伙 小家伙 三脚突然暴走 变成了三头猛兽 挡在了聂小线的面前 还散发出一股 可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主战场里 小队们也终于参与进了战斗中 众人的攻击一波接着一波 然后无论怎样 风都大帝都毫发未损 这时他们的队长发话了 表示你们不行 还是让我来吧 然后叫他们准备一个大罗一例 有必要时随时离开 他要和高苗一起打风都了 风都大帝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对新来的对手表示疑问 你们这群人既不是使用了妖术 也不是使用了道法 生死铺上也查不到真理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莫非你们不是这个世界的生命 而是异解来客 不愧是这个世界的隐藏人物 风都大帝一眼就看破了虚实 明白了面前的这位是异解来客 阿牛还想装傻 可风都大帝早已通过自己的分析 知道了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面对这样的人 他想申请他们问些问题 听到这儿阿牛就来劲了 他直接爆发 召唤出一头恐怖的巨龙 降临在众人面前 与风都大帝正面对峙 此时的刚秒发现 风都大帝似乎对 阿牛更感兴趣 正打算偷偷溜走 可就在这时 一股巨浪挡在了高秒的身体 看样子风都大帝早就洞察到了一切 他表示对高秒也很感兴趣 要将他们一起留下来聊聊天 既然如此 高秒就只有迎战了 他也用自己的妖力 化作金色的神龙 两只龙一起对着风都大帝 喷射火焰 场面极其的壮观 风都大帝也不示弱 他将望穿河的水吸了上来 化作护盾 轻松的就挡下了攻击 甚至自己也化出了两只水龙 中依然疑惑 这风都虽然不弱 但总感觉没有想象中的强 就在风都洋洋得意之时 一道阵法突然向他汇聚而来 原来是勇者斗恶龙小队的 其他三名队员 在风都战斗之余 偷偷布下的四重静奏大阵 由于队员们分别会施展地 风火三种属性 再加上这颗水吸魔金石 就可以成功施展威力巨大的 四重静奏了 静奏纯公施展 一起直接将风都大力斩断成了两截 而聂小剑这边 也是直接将阴朝地府 闹了个鬼朝天 由头马面门被赶得四散而逃 聂小剑的超强实力 也让七月兽三角不得不听命于他 聂小剑也借由此大杀四方 不一会儿跟着感应来到了一座大门前 此时的聂小剑已经能够隐约 感觉到自己天魂的所在了 门内是一大片的莲花池 每种莲花上都漂浮着一个魂魄 不一会儿聂小剑就找到了自己的天魂 可就在他伸手准备拿走自己的天魂时 莲花池突然翻涌的醒 魂魄从莲花上飘了出来 无数的魂魄都随着聂小剑的魂魄一起 不知飞去了什么地方 堂堂阎王爷就这么见阎王呢 这四同静奏果然厉害 一施展成功就直接将风都大帝砍成了两截 把高秒看得冷汗直冒 不过高秒还是觉得这风都大帝的实力不太对劲 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早知风都实力就这样的话 他就自己一个人来了 龙者小队这边成功击败了风都大帝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只是让高秒侥幸逃掉了 他们似乎有点不开心 然而这时 从聂小剑那边飞出来的魂魄都已经陆续到了这里 就在勇者小队诧异之时 魂魄们像是机关枪一般对着他们发起了攻击 瞬间就击倒了三人 接着直进风都大帝断掉了身躯 正在慢慢的愈合 风都的声音又开始响了起来 他说他在万载时光里 慢慢收集了千百强者的天魂 炼制成了这能替死的万劫魂珠 现在他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高秒一听到天魂 就在想聂小线的魂魄会不会也在其中 而这时聂小线也随着天魂飘来的方向跟了过来 并向高秒确定了 他的魂魄就在那上面 三角看到自己的主人之后大喊救命 聂小线马上给了一拳头 让他安分下来 这时的风都大帝宛如魔王般站在众人面前 阿牛更是吓得动都不敢动 时袭风都大帝吼道 时袭之内镇压而等 随此话音落下 天魂们向着众人冲了过来 大家此时只有尽力的去抵挡 原来天魂带给风都大帝的受用 不仅仅是替死 还能用作攻击手段 能释放天魂内的强者 生前的绝技 幸好高秒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这个世界力量体系许多 到目前为止 他还完全顶得住 阿牛身为第四能界的强者 也能勉强接住这些攻击 那条线有了七月兽三角的支撑 也是完全不虚 片刻之间已过五戏 风都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天空中的天魂们 发出了滋滋的电流声 这下轮到高秒做眉头了 三两个没问题 但一万个强者的天魂一起上 那又不是开玩笑的 七夕一过 一道天雷顺势而下 先是聂小线 神要阻挡 却被狠狠地击穿 同样的阿牛也未能吸引 高秒马上使出浑身解数来抵挡 但终究还是抵不过这股强大的力量 对天雷贯穿的身体 十夕一过 看着地面上躺着的三人 风都大帝决定来最后一击 彻底地让高秒他们化作灰烬 就在此时 几声哒哒的声音传来 风都大帝一听 就马上慌了神 似乎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回来了 只是几声脚步神 就能让风都大帝恐惧不已 这人究竟是谁呢 在风都大帝干掉了高秒他们之后 空中开始乌云密布 重重的脚步声不绝于耳 这熟悉的脚步声让风都十分恐惧 一直在不断念叨着 是不是他回来了 刹那间乌云被拨开 一道光芒照射了下来 风都这下终于慌了 恐惧着他道出了真相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风都大帝 他只不过是生死铺 在万劫魂珠的滋养下 诞生灵至形成的人生 趁着风都大帝不在 取代了他的位置 难怪人形态一脸的殊胜模样 生死铺话书真身 想竭尽全力补天 阻止真正的风都大帝归来 然后一本巨大的生死铺 遮住了天空的缺口 见到此情此景 生死铺疯狂的大笑了起来 他没想到他竟然能强调 阻止风都大帝的归来 可随着脚步声的再度出现 生死铺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天空中的书本 瞬间被炸成了纸屑 地面上的人形 也垂上了跪倒在地 一阵声音传来 随时出现的是一堆 已经把天空漏洞 补上了的水晶 这位身穿礼服 宛如贵族的男子 说自己此刻终于明白了 眼前的不是风都大帝 只是一个趁风都大帝不在的 狐家虎为者 还好他用顿天令 阻止了风都大帝归来 不过这趟浑水 他可不敢沾染 孙死铺听到这些震惊万分 没猜错的话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刚才被他杀掉的阿牛了 此时的阿牛意气风发 他骄傲地介绍着自己 并说若非自己 还有这一张底牌 刚才还真就灰飞烟灭了 孙死铺好奇 顿天令是什么东西 阿牛向他解释 顿天令是须天令的信物之一 可以在前往世界之时 用顿天令宣示 这个世界的任务 已经有人接手 须天令就会把此地设为禁地 任何界外之人都不能入内 当然也包括了 那位正在归来的 真正的风都大帝了 孙死铺在得知了 风都大帝无法归来之后 大笑了起来 这刚好也是他想要的 他又可以在阴潮地府当老大了 不过首先 他决定除掉眼前的阻碍 孙死铺朝的阿牛 再度发起了攻击 然后此刻的阿牛丝毫不慌 风都大帝本人 他倒还忌惮几分 但孙死铺还不够格 就在此时 又一阵声音传的过来 原来不止一个人有底牌 聂小倩也从刚刚的雷姐里 活了下来 而他付出了几百年的妖力 作为代价 重获新生 阿牛皱起了眉头 他没想到 聂小倩竟然也没有死 不过瞧见聂小倩 此刻一副元气大伤的样子 他也根本没放在心上 由于自己的三个小弟都没了 他甚至想收聂小倩 当自己的手下 替他端茶倒水 聂小倩听到后 俏皮的说 自己的确很心动 不过万一被家里那位听到了 保不齐他要大意灭青啊 什么 阿牛听空惊恐万分 难道不止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其他人都有底牌 不远处的废墟里 高苗掉出了欧文的人物卡 熟悉的声音 再次飘荡在众人的耳边 生死铺和阿牛 惊恐地往声音的方向望去 高苗正以欧文形态 在火焰的触涌下走来 一个大招劈下来 本以为解决掉了这三人 结果一个都没死 这下生死铺彻底不淡定了 搞了半天一个都没死 阿牛也没想到高苗活了下来 不仅如此 还完全变了一套装扮 随着高苗的接近 阿牛感觉到高苗的力量 跟树腰完全不一样 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 阿牛终于醒不过来 自己被彻底的骗了 搅动这个世界的人 就是眼前一直附身 在树腰老爷身上的高苗 此时的高苗微微一笑 他忌惮了只有风都大地一个 所以才将阿牛牵扯进来 如今看来一切都在掌握中 阿牛顺利的帮助了他 阻止了风都的归来 一旁的阿牛感叹到 这个世界的水真的深 这次的任务难度实在是超纲了 现在看来他要改变策略了 四个人形成了三股势力 他准备转弓为首 从强弓压制 改为浑水摸鱼 此时的聂小倩 也已经通过高苗给的切木林叶 恢复了身体的样貌 但仍旧元气大伤的他 立马奔向了高苗 想和他一起战斗 然而男友力爆棚的高苗 怎么会让聂小倩身陷危险当中 这次他不小打小闹了 直接爆发出了最终形态 然后站在两人面前霸气的说 你们一起上 两人听到后被吓傻了眼 心想这树腰是不是疯了 阿牛感觉到自己被小瞧了 还在介绍自己是什么家族的第一天才 可高苗从来是能动手 不逼逼的性格 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到阿牛面前 对着他的肚子来了狠狠的一圈 躲闪不及 一口鲜血从阿牛的嘴里喷涌而出 人也被高苗打飞了出去 孙时铺看到这一幕惊恐万分 但来不及他都会想 高苗转头又朝着他挥起了拳头 孙时铺顺势将望川河的水 化作护盾抵挡 刚才这一招 可是抵住了两条巨龙的同时攻击 但他终究还是小看了高苗 拳头的武艺练到极致 就没有破不了的术法 高苗一拳击碎了护盾 然后发泄式的对着孙时铺猛攻 果然没有能让高苗忌惮了 真正的风度大地的存在 高苗几乎是无敌的 就在高苗暴打孙时铺之时 突然感觉到后方有危险 不是别人 正是四级强者阿牛放弃的大招 六重禁奏 似乎是之前四重禁奏的升级版 孙时铺瞄准了高苗思考的空档 也突然扑向高苗 他将高苗固定在六重禁奏的攻击范围内 避免高苗逃跑 可高苗直接炸开了束缚 并表示谁他妈要跑了 高苗做了一个让众人吃惊的决定 他并不打算逃跑 反而扬起手中的拳头 朝着攻击的方向砸去 棒的一拳砸在了禁奏上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既然一拳解决不了的事情 那就两拳 两拳还不行 那就打到可以为止 随着高苗发疯似的挥拳 静奏也扛不住被破了 紧接着他一脚将阿牛踹进了石头里 然后再冲到生死铺这边 对着他就是一拳 片刻之后 直接的奄奄一息了两人 倒在废墟般的阴潮地府 在这个世界里 除了丰都大地 没有人能扛过高苗欧文形态的一轮攻击 这一次高苗算是彻底的拼尽全力 打了个酣畅淋漓 在一旁看戏的聂小倩 看完了全程对高苗从外不已 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高苗的权力战斗过程 娜娜也开心地祝贺自己的主人取胜 那么接下来就是聂小倩的天魂问题了 在众多天魂中 聂小倩一眼就看到了自己那颗闪耀的天魂 高苗将她取回来之后 只见原本还好好的天魂 慢慢地在她手掌里消失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身后的聂小倩 她和天魂一样化作金光消散了 高苗赶紧问娜娜这是怎么回事 娜娜委屈地说这不用担心 聂小倩完成了自己的天命任务 就被自动传出这个世界了 果然任务列表里显示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天命任务三魂合一终于完成了 而此时的聂小倩也已经到了高苗的水平宫里了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高苗和娜娜正准备也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 身后却藏来了蠕动的声音 搞了半天阿牛还没弃绝 高苗也感到很惊讶 在自己的权力下 居然还能保持一线生机 实在是不多见 头破血流的阿牛 说高苗是第一个玩弄他于鼓掌的人 他想知道高苗真正的名字 一旁的娜娜提醒高苗千万不要告诉他 以防他有什么阴谋诡计 高苗当然不傻 但他还想戏弄一下阿牛 高苗低着头 在阿牛的耳边轻轻地说自己的名字叫诸葛卧龙 异世界来的阿牛显然没读过四大名著 他大笑着说高苗中计了 随即调出了自己的道具 大挪一令 想瞬间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大挪一令不出意外的失效了 导游准备的娜娜早就花费了一颗虚言 提前屏蔽了信号 玩也玩够了 高苗是时候解决掉最后一个麻烦了 本就重伤之下的阿牛 正下彻底没了生命 接下来娜娜再花费一颗虚言 来编造这个任务小队 被风都大地团灭的假象 这个世界的任务就算圆满了 莫娜娜的一顿操作 假信息已经制造完毕 现在就剩下打包上传了 娜娜在上传时还不忘提醒高苗 以防阿牛还有什么自保手段 最好将他挫骨扬灰才保险 高苗表示这看起来萌萌的小肥龙 做起时来也太狠 正准备动手时 一大的脚步声再次传来 天空中的水晶突然裂开了 糟了 是真正的风都大地回来了 高苗让娜娜赶紧穿越离开 可数据还差一点点传完 还需要坚持三秒钟 然而这回天空已经彻底裂开 一个巨大的眼睛出现在了水晶后 高苗此刻慌乱不已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让他感受到了风都大地的恐怖 仅仅一个眼神 就让他动也动不了 这时巨大的眼睛 发出了一道恐怖的光柱 朝着高苗袭来 不过恰好数据已经上传完毕 高苗进入了穿越的空间 黑色的光柱打在了地上 风都大地开始困惑 高苗的身体一瞬间 竟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就连他也无法触及 此时已经安全离开了的高苗和娜娜 伴得鬼脸悠哉悠哉的 离开了妾女妖魂的世界 仅仅一个眼神 就让高苗感受到了无上的威压 好在数据及时的上传完毕 高苗惊险的离开了妾女妖魂的世界 面对刚才的情节 高苗还是心有余悸 再晚一秒可就真的扎都不剩了 等下就要在自己的水晶宫里 见到自己从妾女世界 带回来的聂小倩了 高苗还是很开心的 可当他到达自己的水晶宫的时候 水晶宫彻底的变了个样 四处朝暮从生 一个近期有安逸的森林 摆在高苗的眼前 水晶宫本就不是真实的空间 他可以根据居住者的意愿 来变换形态和大小 只是聂小倩作为一个土著 这么快就能摸索出来水晶宫的奥秘 让娜娜感到十分意外 此时的聂小倩在秋千上 悠悠地唱着歌 美得不可芳物 竟然高苗有些看呆了 聂小倩回头看到了高苗 高兴地欢呼着他终于回来了 这也是聂小倩第一次 见到高苗真正的模样 两人见面后就开始你农我农 早已找好了下一个世界信息的娜娜 只有一个人在一旁画圈圈 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个时辰过后 趁着聂小倩熟睡之际 高苗跑过来问娜娜 假如自己前往新世界了 那聂小倩怎么办 没有了其他女鬼们的陪伴 聂小倩肯定相当无聊 娜娜一脸惊讶 没想到自己的直男主人 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 不过专属动天 毕竟是专属动天 娜娜说只有高苗在的时候 水晶宫的时间才会流逝 其他的时候时间是静止 也就是说完全不用担心 聂小倩寂寞的问题 如此这般高苗也就放心了 接着娜娜拉着高苗 看了新世界的剧情 要为前往下一个世界做准备了 世界名为武松大战潘金莲 十八镜剧情 剧情大致为潘金莲 为夺走贪狼心转世的 西门镜体内的贪狼心气 圣女潘金莲下架武大郎 从西门镜合谋害死武大 被武大的弟弟武松知晓后 大战潘金莲为凶报仇的故事 不仅是十八镜 而且剧情简介 感觉就像个烂片 高苗也感到很无语 不过虚言已经花了 总不能浪费 她准备即刻启程 前往新的世界 就在这时 娜娜又告诉了高苗一个设定 可以在进入世界前 花费一颗虚言 用来抽取三个存在烙印 简单的说就是抽三张卡 然后从中选择一张 进行复生取代 因为穿越这件事 能不听就会穿越到龙套角色身上 所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更好地获得出身选择权 又为投个好胎 不过当高苗问娜娜 还有几颗虚言的时候 一查惊讶地发现 带回来的只剩下四颗虚言 思考了一会儿后 高苗决定不浪费虚言了 反而相信自己的运气 说着 她毅然决然地走进了 前往下一个世界的大门 武松大战潘金莲的世界内 一个大府门前牌匾的字 发生了变化 西门府变成了高府 府内女子们一阵阵快活地叫声 她们像是在玩着什么追逐游戏 主人公西门器蒙着眼睛 一脸的春心荡漾 此时一道光突然照进了她的体内 存在取代成功 高苗变成了西门大观人 她的新异世界之旅开始了 这个18进剧情的世界 果然不简单 穿越变成了西门庆 当晚潘金莲就要和你睡觉 正当气氛逐渐暧昧的时候 高苗突然渗疼 然后赶紧叫停了潘金莲 有的潘金莲一脸愤怒 但在这时 潘金莲察觉到 从外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接着她顺着高苗的话 找了个让高苗好好休息的借口 离开了 潘金莲显然知道来者是谁 在这个世界里西门庆乃是贪狼心转世 有许多人窥视着她的身体 潘金莲正好借着今晚 解决掉这些麻烦 好一人独享高苗 潘金莲走后 高苗马上把nana叫了出来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她决定要先把 武松大战潘金莲的电影剧情 好好看一遍 着重关注自己附身的西门庆的剧情 看看这剩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完后高苗才知晓 这西门庆是贪狼心转世 乃是天生的桃花心 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她一点截止都没有 恨不得一天九次 导致了高苗体虚胜者 而通过电影 高苗也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 这个世界的修炼 是通过沟通天上的星辰 在体内形成星力进行修行的 并且存在一群人 本身就是星辰转世 他们修炼的速度比长人快千百倍 西门庆就是其中之一的贪狼心转世 而潘金莲则是一种神秘教派的圣女 精通财补之术 得知西门庆是贪狼心转世后 就四肌接近 因为西门庆爱好人妻属性 他便费尽心机 先加五大郎 或借人妻的身份勾搭上西门庆 想将他体内的贪狼心气裁补干净 可怜五大郎不仅戴了绿帽子 还落得了个被毒杀的笑子 高苗生自自己 不能再这样被潘金莲裁补下去了 不然迟早要废掉 现在的时间线还有半年 武松就会知道自己兄长遇害的消息 要是政府样子可就完了 高苗寻死要不先动用欧文形态 解决掉潘金莲 娜娜听后赶紧阻止了高苗 他告诉高苗 这个世界可不止潘金莲一个人踩他的身子 说话间 此时屋外的几名黑衣人 被潘金莲追得到处跑 声称是他们先发现的贪狼心转世 潘金莲只不过是靠着修为高强战而已 然后这几个黑衣人显然不是潘金莲的对手 不一会儿就被潘金莲逐个击杀 最后潘金莲还不忘对着他们的尸体 嘲讽了几句 被娜娜劝阻后的高苗也想清楚了 如今的潘金莲在某种意义上 使她的保护伞还不能动 况且一颗虚原只能维持三分钟的欧文形态 妖女们人多是重 一时也杀不完 正在这时 奶奶的眼角配件了枕头下 似乎有一本书 高苗拿起来看后 激动得久久不能平复 刚穿越过来 就发现枕头下竟然藏着一本 让人看了脸红心跳的妖精打架图 然而这本书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看了世界剧情的高苗知道 这本书真正的名字叫桃花心经 是最强的泡妞功法 并且是只有一些桃花心转世 才可以修炼的神功 高苗作为贪囊心转世的西门庆 恰好可以修炼 这个功法并不会增加战斗力 但却可以提高对异性的魅力 一个眼神就能令异性身心沉腐 原著中西门庆这本是桃花心经的上半者 得自一位神秘的道人 不过可惜的是 西门庆至死都没有发现这本书其中的奥秘 以为只是一本普通的小黄书 最后这功法被主角武松 鞭尸西门庆得到 虽武松不是桃花心转世 却打动了身为红蓝心转世的李诗诗 二人双修成功将桃花心经修炼圆满 最后凭借着天杀心转世 和桃花心经的强大力量 战胜大魔头潘金莲 拎来大圆满的结局 高苗不禁感叹果然是烂片 随后将桃花心经放进了火中 据说在剧情的设定里 只有将书本烧掉 才能将真正的桃花心经显现出来 果然随着书本的燃烧 一道道金灿灿的文字显现了出来 废话不多说 高苗直接开始了修炼 弹郎星转世的修炼速度 果然异于常人 没一会儿高苗就修炼出了桃花眼 而这也是修成桃花心经的标志 同时出现的还有手心的一片桃花瓣 桃花瓣有三片 代表着上车的三层功力 这第一层高苗已经达到了 由于之前被潘金莲大了不少弹郎星气 所以往后想要这么快的修炼速度是不能了 这个世界的力量等级分为 人雄 地煞 天罡和星神 虽叫法不同 但大致和第一到第四能及相当 和桃花心经上色的三层 对异了人雄 地煞 天罡三个级别 虽然这功法本身不加力量值 但每一层都对异了能吸引同层级的对手 让他们身心沉腐 桃表已经炼成了第一层 也就意味着能魅惑人雄级别的妹子 算是有一点至宝能力了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两个奴婢在门外感受到的屋内 有神魂之力的涌动 特来查看情况 他们可不能让西门庆掌握任何修炼之法 污念的高淼也是知道他们此番前来寓意何为 娜娜则是替高淼担忧不已 不过高淼早就想好了 她决定刚好试一试这新炼城的桃花也 众生一跃来到了二人的面前 察觉到了有神魂之力的奴婢们感受到了异样 马上对着高淼不视眈眈 说到好好的当总书娱乐致死不肯非要反抗 高淼大吼放手 把两个奴婢吓了一跳 随后又扑车的笑了出来 奴婢们清楚 高淼就算修炼了神魂之力 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弱鸡 接着他们二人朝着高淼攻击了过来 就趁现在高淼发动了桃花眼 是时候测试一下桃花心惊的威力了 这是一个所有男人梦寐以仇的功法 只需一眼就能让女生们对你言听计诚 就在高淼释放了桃花眼过后 两个奴婢就陷入了昏碎的状态 由于是第一次 高淼也不知道这功法的效果如何 就在这时 两个奴婢差好醒得过来 一见到高淼 马上就展现出了跟刚刚完全不同的状态 对着高淼一顿狂舔 接下来高淼为了试试他们有多听话 就对着他们发号施令 发现这桃花心惊果然不同方向 众数者完全失去理性的对施数者扰迷 简直就是神迹 没什么事干 高淼就让两个奴婢帮他按起了脚丫子 不管怎么样 他们两个都如痴如醉 这时候的娜娜想的一个法子 打算戏弄一下他们两个 高淼刚好也想测试测试桃花眼的威力 就答应了 就在他们二人按脚 压子按的正欢快的时候 高淼发动了技能 解开了桃花眼 二人恢复了绳子 皱着眉头不知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就意识到自己正在给高淼按啾啾 两人愤怒不已 气得直接暴走 爆发出了全身的力量 然后朝着高淼气势汹汹的袭来 高淼此刻只有无奈的笑笑 早有防备的他再次施展了桃花眼 只在一瞬间 两人的目光又变得呆滞了起来 然后马上又化身为了舔狗 这疫情以后的差距让南南瞠目结舌 简直就是大型的变脸现场 确定了桃花眼的功效之后 高淼也不打算再玩下去了 不然动静闹大了 惊动的潘金莲可就完了 这桃花眼目前还没办法魅惑 潘金莲这种级别的大高手 接着高淼问两个奴婢 潘金莲去哪了 以前这个点可是早早就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 被蛊惑后的奴婢们 把情况全部都告诉了高淼 他们说除了潘金莲之外 还有鹰鬼派 花间派 红粉中 三股势力的妖女 窥视着高淼的身体 而这两天 潘金莲正忙着清理掉这些人 高淼得知情况后 心里暗自窃喜 他们越是互相争斗的 越厉害越好 这样自己日后 便可以少面对一些麻烦 正说话之时 屋外传来了一阵 调戏高淼的声音 不是别人 正是鹰鬼派 等三股势力的妖女 前来请求高淼 拨撒些雨露 穿越变成新门庆 各路女的都来投怀送抱 可他们并非什么擅长 而是想榨取新门庆体内的贪囊心器 被高淼魅惑的两个奴婢 挡在高淼的身前 从他们口中得知 这次来的三个妖女 皆是地煞级别 没那么好对付 高淼却一脸轻松 他读过这个世界的原剧情 知道这几个人的底细 所以一点不慌 鹰鬼派的妖女 见到高淼丝毫不畏惧 本就有些吃惊 但他紧接着还察觉到 两个奴婢似乎也不对劲 对高淼的爱慕之意十分浓烈 而且言听计从 这让他更是惊讶万分 不知高淼到底有什么手段 此时的高淼劝他们 不要轻举妄动 搬出潘金莲来吓唬他们 可是三个妖女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们丝毫不担心潘金莲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已经用正法 将潘金莲困住了 这正法异常厉害 数百名人雄境界的人 布阵都可以斩杀天刚进高手 不过奴婢们知道 这正法需要上百人才能奏效 然后奴婢们还是太天真了 这正法不需要斩杀潘金莲 只需要困住潘金莲半个时辰就足够了 这半个时辰里 他们刚好可以找高淼采集一下雨露 接着他们还笑着劝高淼放弃抵抗 好好享受这世间的极乐就好 其中一名妖女取下脖子上的葫芦项链 说要的雨露不多 也就这一壶而已 然后他将葫芦扔在了地上 这葫芦一扔下来 就变成了比人还高的巨物 开玩笑 要采这么多雨露那还得了 人都要被踩飞掉了 没办法 高淼只好动用虚言 准备启用欧文形态解决掉这三人 妖女们也感觉到了高淼似乎想反抗 战斗一触即发 只有娜娜舍不得自己的宝贵虚言 就在这时 娜娜突然想了一个法子 说是能把潘金莲 以及剩下的妖女都聚在一块 一次收拾掉 这样就能省下虚言 只见娜娜在高淼耳边如此这般后 高淼突然开口对着妖女们说话了 他边走边说 潘金莲杀了你们不少人 还霸占了身为贪狼心的我 你们一定对他恨之入骨 不过因为自己的修为不够高 相比于恨 你们更深深地畏惧着潘金莲 忽然不会明明可以直接将人奴走 但却选择只要一呼雨露吧 说到底 还是害怕潘金莲知道后 会不顾一切的报复 高淼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 恼羞承诺了他们向高淼发起了攻击 高淼知道他们不会有大动作 依然有恃无恐 接下来就是高淼计划的核心部分了 他表示自己也深受潘金莲的折磨 他希望能跟他们三人合作 干掉大木头潘金莲 三名妖女本来压根不会相信高淼 可看到潘金莲手下的两个奴婢 竟然像是被夺了心魄一般的关心高淼 心想着高淼莫非有什么过人的手段 这样一来 同高淼合作也并非不可 过还有一个问题 鹰鬼派的妖女对着高淼发问道 为什么高大官人要和我们合作 一起知潘金莲与死地呢 高淼笑了笑 说道 身为贪狼心转世 那方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与其实在潘金莲这一朵带似的玫瑰生下 不如实在各位姐姐的花城中 是吗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随着鹰鬼派的妖女听完高淼说完之后 渐渐的也对高淼产生了好感 他决定这次信任一次高淼 给他输送一些人雄近的妹子 但日后完成三财政 斩杀潘金莲 老大答应了 另外两个虽然对高淼还抱有怀疑 却也只能跟着答应了下来 高淼责劝他们不用担心 说自己有手段控制那些人雄近的妹子 让他们齐心协力 两个奴婢平儿和春梅 也会帮忙将妹子们悄悄的运送进来 一切说好后 妖女说为了不乐破绽 还是要装一葫芦与鹿回去 正当高淼尴尬之际 妖女们突然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心理波动 定睛一看 正是潘金莲挣脱了正法 回来了 没有办法 三个妖女坐上葫芦 打算先走一步 潘金莲出手极快 瞬间飞出几片花瓣 刮伤了三人 但却未能阻止三人的逃离 没办法 挣脱正法消耗的心力太大 这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 不过潘金莲灭掉了这次三宗不少的弟子 暂时不用担心三宗的三财心神症了 随后他转身飞到了高淼身边 猛然间抓起高淼的手 开始了把脉 他感受到高淼的心力变少了许多 以为是三个妖女们得手了 可他却不知道的是 高淼消耗了很多心力偷偷地修炼的桃花心机 这次阴差阳错 正好可以趁机把消失的心力甩锅给那三个妖女 正当高淼这么想时 潘金莲疑惑到这里怎么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有 娜娜慌张地以为漏破绽了 可高淼知道被他桃花眼控制的平儿和春梅会帮他解释的 果然两个奴婢跪下解释了一番之后 潘金莲也就释然了 有了被桃花眼控制的两个潘金莲心腹在潘金莲身边 不管干什么事都容易多了 接着高淼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 走上前去问潘金莲怎么回事 走上三个妖女愤怒不已 要不是打不过潘金莲也不会这么狼狈的就逃掉 接着妖女们讨论该不该信任高淼的问题 老大金差表示区区一个高淼还翻不了天 这次就先按计划行事 就这样高淼开始了和三中之间的合作 人雄近的小妖女们由平儿和春梅带进来 然后高淼直接发送桃花眼 妹子中招后瞬间对高淼爱慕万分 通过最新的这个妖女提供的情况得知 三才新神阵已经布置完毕 各个中类的高手也已经悉数出动 确保这次斩杀潘金莲能够万无一失 很好很好 高淼心想高手越多越好 这样就能一次解决掉所有人 永绝后患 此处名叫翠薇蓬 这里天清气爽 汇丰合唱 适合举家春游 同时这里也是高淼和妖女们约定好 斩杀潘金莲的地方 妖女们早已提前到达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刚来此地出游的一家三口 惨遭妖女毒手 这次的声势堪称浩大 不仅百余名人雄近的姐妹同时不振 就连三位宗主也来到了现场 且这一百个人雄近妹子 被高淼的桃花眼控制过后 可以展现出史无前例的默契 达到完美的天地人三台阵 万事俱备只欠东宫 现在就等潘金莲这条大雨上钩了 一旦他来 保证他叉翅难逃 高府门前 高淼马车已经备骑 借着要带潘金莲一起出去扇心为由 带着潘金莲上了马车 而潘金莲自然也是不会拒绝 毕竟总座的心情愉悦了 才能财补的更加精准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要出发时 一名老仆人突然来报 说是家里药部来了一位土豪 要买三千斤的药材 真是天降主案 高淼预想快点解决这件事 可是三千斤数额较大 潘金莲觉得这土豪估计怠慢不得 他决定先处理好这件事 突然来了这么巧的事 高淼觉得事出有因 可被他控制了平安而春梅 是不会出岔子的 不然被发现早就付了黄泉了 这么一来 不知道要被耽误多久 为了以防山中那边的人起疑心 高淼没有办法 只好先行出发 到了崔薇盆再说 崔薇盆这边 妖女们又望远进一只丁的路口 一会儿后终于看到了前来了马车了 他们欣喜不已 赶紧叫其余众人准备布置 突然妖女们似乎发现了什么 急忙喊着底下 原来是天上的风筝 这是他们事先与高淼的约定 如果天上出现白旗风筝 便不可轻举妄动 高府药铺这边 潘金莲也是建造了那位豪客 两人谈着生意 土豪说此次前来花三千斤 只求一味药材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庆余堂是这儿最大的药堂 潘金莲有些好奇 对方要的究竟是什么 这时对面的客人突然阴沉了起来 古怪的说着一些听不懂的奇怪话 潘金莲听完后 立马叫店里的伙计们下去 然后起声问道 说吧 叫那派你来 是有什么事 对面客人一改和善面孔 下跪参拜潘金莲 并尊称圣女 画面再次来到了崔薇盆 时间渐渐的流逝 转眼已是日落时分 可潘金莲还是迟迟没有到 高苗也慢慢的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 奴婢们面对三宗妖女的质问 气汹汹的回应着 就在这时 奴婢春梅突然收到消息 潘金莲来信了 专门为潘金莲布置的陷阱 早已等候多时了 可潘金莲本人却迟迟没有到来 就在众人焦虑之时 却收到了潘金莲的千里传信 这是盛联教的一个小小的装置 可以轻松做掉实时的视频通话 属实是异世界的黑科技了 奴婢春梅打开后 和潘金莲开始了对话 随后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圣年教教主不幸去世了 三位宗主听到后 眼睛都放起了光 潘金莲接着说 他要回教宗处理事务 叫春梅把钢表先带走 等局势稳定后再联络 切莫让其他三宗的人发现 可惜潘金莲不知道的是 他的话全被三宗的妖女们听见了 随着通话的结束 潘金莲的全新投影 也渐渐地在空中消散 一股冷汗 奴婢春梅额头落下 接着妖女们飞了下来 听见了一切的他们 知道潘金莲来不了了 转而围住了高苗 高苗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 平儿和春梅 哭笑不得 他笑着叫他们站到自己身后 走到了前面 询问妖女们 这站位什么意思 三宗的妖女们也不客气 这次的计划是除去潘金莲 现在既然潘金莲来不了 他们当然也不想空手而归 转而把心思放在了高苗身上 想带走高苗 上次是怕潘金莲报复 不敢弄太大动静 而现如今 潘金莲深陷漩涡 自身难保 就可以大胆地奴走高苗了 高苗此时倒是一副 自信满满的样子 根本没在怕 三位宗主在远处 催促徒弟们快动手 他们看见高苗 只是一个没有心力的普通人 想速速将高苗拿下 其中一位宗主 甚至还想着拿下后 品尝一下贪囊心转速的身体 废话不多说 妖女直接开始动手了 他摇晃起了手腕上的铃铛 随着一阵叮叮叮的声音 传入高苗的耳朵 高苗开始感觉意识模糊了起来 这显然是某种精神类的秘术 可就在这时 高苗震了震神 趁着空隙 释放了自己的桃花眼 遇大的眼睛在空中亮起 百名人雄镜的妹子 瞬间被魅惑住了 他们急心协力 一同释放了原本 准备控制潘金莲的杀招 天地人三财阵 妖女们还在好奇 是谁发动的阵法 按道理来讲 抓高苗一个普通人 没必要弄那么大阵场 妖女们没有多想 以为是宗主们控制的 可当阵法的铁链 从天而降时 捆住的并非高苗 而是他们自己 三人瞬间被三财阵的链子 捆绑了起来 这时的高苗 慢悠悠地靠近 劝他们不要增长 这阵法的厉害之处 就在于被捆住后 会锁住心力 也就是会变成一个普通人 妖女们气愤不已 想不明白高苗是如何做到的 可随便动一下 就气喘吁吁 再也没了之前的傲气 宗主们在远处 更是生气得不得了 自己门下的女弟子们 一瞬间全部反省 他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而此时的阴鬼派宗主 则是笑笑 似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天地人三财阵 相当霸道的阵法 是由极乐星宫的极乐老祖 观测天上三颗星宿 有感后创出 可这原本是给潘金林 准备的大理 现在却被高苗反江义军 困住了三个妖女 布证人越是同心协力 政法就越是强大 而这百名布证人 被高苗的桃花眼魅惑过后 展现出了超凡的默契 政法的强度自然不必多说 可老宗主毕竟是老油条 政法出自他自己的中门 所以他知道布证者中 极为重要的三人 分别占据天地人的位置 错一个就能破证 这三位特殊位置的人 和别人大同小异 一般无法察觉他们的特异的词 不过老宗主作为 极乐星宫的传承者 别人不知道就算 他是必然知道的 就在高苗准备将妹子们 施展后续的招数时 老宗主的攻击突然飞了过来 不过对象不是高苗 而是他身后的天政法为止 果然如宗主所说 政法瞬间随之崩塌 绑住了妖女们的铁链 也破裂开来 政法一破 妹子们纷纷逃离到高苗的身边 看起来都受了一定伤 可还是桃花眼状态下的他们 仍旧挡在了高苗的身前 想要保护他 这迷魂大法 让老宗主们感到震惊 赶紧吩咐三个妖女 速速抓住高苗 此时的妖女们 从政法中挣脱后 恢复了心力 对高苗的敌意又添了一层 一个个的都准备 把高苗碎封尸万段 就在他们向高苗冲过来的时候 高苗转身叮嘱平儿和春梅 留在原地照顾受伤的人 然后头也不回地 朝着前方走去 可怜三个妖女 还不知道自己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高苗叫娜娜调出人物界面 选择了实力最强的欧文形态 轰的一声 随着冲天的光度炸出来 高苗变成了 第四能级强者欧文 强大的威压 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 三个妖女还没打 就被光柱的冲击波给震伤了 由于欧文的力量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 因此妖女们 无法判断高苗的真正实力 他们可不相信 有人能凭空变强的说法 于是还是冲了上去 第一个提起佩剑 同天而降 灵力的剑气遍布四周 然后高苗激进伸出两根手指顶部 剑自己就裂了 苦心修炼的本命神剑 就这样被轻松的击碎了 第二个拿出发簪 从背后洗来 高苗依旧是拿手指挡住 可这是不是物理攻击 而是直击灵魂的魔法攻击 高苗只看了一眼 然后大火一声 鬼魂立马被震得四散而逃 阴朝地府都闯过的高苗 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小儿科 妖女不仅没伤到高苗 反而遭到了反噬 第三个站在面前 摇起了手中的铃铛 这次是幻境 让高苗沉沦在温柔箱中醒不过来 然而完全没有用 高苗一拳解决了他 到最后甚至察觉不到幻术的存在 一言不合就上大号 高苗变成欧文形态后 不费吹灰之力 就击败了三个妖女 而且还特意控制了自己的力道 没有打死他们 方便日后进行盘问 三个妖女解决完毕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三个宗族 老宗族们看着如此恐怖实力的高苗 惊讶的不行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 三个宗族也只能是放下往日嫌隙 联手全力一战 看见他们来势汹汹 高苗干脆站在原地 看看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招数 紧接着宗族们跳在空中 三人合力释放了顶级心术 直击高苗 郑重马心 这下说什么 他们也不会相信高苗会毫发无损 然而根据有焉无伤定律 高苗仍旧站在那儿 动也没动一步 唯一的损伤就是胸口的衣服打烂了一点 这可吓坏了三位宗族 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然是只伤到了对方的衣服 既然如此 鹰鬼派宗族提议大家不要再有所保留 释放极乐解体大法 燃烧寿命 且任心力再打一次高苗 其余二位欣然应允 毕竟现在不燃烧 等会想燃烧都没得烧了 三人再次施展了绝招极乐星光 可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 高苗只是挥了挥几下拳头 再来一个头锤 轻松解决掉战斗 可是在战斗过程中 似乎有人跑掉了 原来是鹰鬼派的宗族 侥幸逃掉 他一早就看出 根本就不是高苗的对手 狡诈的他引诱其他人释放大招 实则是在掩护自己逃跑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逃跑之时 一颗飞石飞快地飞了过来 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 将他击倒在地 早已是老油条的高苗 怎么会看不穿这种小把戏 至此 所有妖女全部解决完毕 耗时45秒 只是这次计划 让潘金莲侥幸跑掉了 很是吃亏 根据这个世界的剧情 圣连教主是两年后才挂掉的 怎么这次这么巧提前赶了 让潘金莲逃过一劫 这次娜娜出来解释到 可能因为潘金莲是主要角色之一 她的气数未尽 冥冥中的天道意识 为了保护她而改变了一些剧情 潘金莲是剧情的大boss 是切运之子武松的金燕宝宝 所以估计没那么容易死 高苗回想起 之前世界的大boss 潘威或者黑山妖王什么的 都不是随便啥 这次这么多妖门 不由得感到不屑 说着她便要前往 圣连教总部去 会会派起来 看看是她的命格印 还是自己的拳头印 这次来到新世界 也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不知为何 迟迟没有出发任务 问娜娜 娜娜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只是结合上一个世界的经验来看 是男女主相遇之后 任务就触发了 可能条件还没达到吧 几天之后的金城郊外 随着平儿和春梅的指引 高苗成功地被他们带到了圣连教 圣连教被18座三封 呈莲花状环绕 而圣连教就在这连心中 可当高苗到达此处时 意外地发现 连心处有一个大坑 圣连教整个的都不见了 一整座三封 竟然能够凭空消失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高苗在一旁的石碑前停了下来 石碑上刻了一首诗 石碑表面已经裂开了 裂缝里似乎还插着一些东西 这玩意儿高苗认得 是潘金莲的武器残骗 看来潘金莲已经经历了一场血战 高苗祈祷潘金莲别那么轻易的死掉 自己要亲手解决它 这时一旁的奴婢春梅 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 据他以前在圣连教的时候得知 圣连教外18座三封 上映星辰下河地脉 一旦遭遇内乱 便可以沟通天上的星辰伟力 将整座三封移到一个无主之地 高苗赶忙问春梅 知不知道这个无主之地在哪 春梅表示自己上课 光晓得双凶之法的失去了 根本没听讲 所以不知道 不过他知道的是 那地方与世隔绝 不是那么轻易能够打到的 平儿接着说圣连教所在的圣连峰 本就是从无主之地截取来的山峰 现在他已经离去 任谁都没有办法 只有等教宗折出新教主 圣连峰才会重新回来 高苗寻思着圣连教 除了潘金莲之外 都是一些无名之辈 那既然如此 就只能耐心等待潘金莲终结内乱 回来再说了 他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高苗决定先去城里包个客栈 然后默默等待 这大宋首都不愧是首都 还是非常繁华的 高苗和平儿春梅游荡在街道上 突然人群中传来的许多脚步声 他们纷纷说着李诗诗出现了 要去一睹方龙 李诗诗 高苗听到这个名字呆了片刻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 回想到任务有可能是男女主见面 才会触发的设定 他决定也前去看看 只见在众人的触拥下 一个大轿子中坐着一位身形妙妙的女子 看样子词就是金城李诗诗了 见到高苗看美女 奴婢们还吃起了醋 就在这时 任务突然触发了 任务名万花朝皇 需要高苗及其全套桃花心经 成为令所有女子都清新的存在 高苗只是隔着帘子 看了一眼李诗诗 任务就突然出现 莫非男主武松也在附近 高苗巡视了一周 却并没有发现武松的综艺 路人们纷纷都在讨论 今晚李诗诗的苏龙之夜 不知谁有福气成为李诗诗的 第一个入目之兵 听到这个高苗想起来 原著李武松和李诗诗 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这苏龙之夜 李诗诗这本活字符搞到手 任务就算完成一半 此时高苗的背后 突然感到一股寒意 原来是两个奴婢 看着高苗一直盯着李诗诗 吃起了醋 高苗赶紧安抚住他们 甚至还恰好的 给他们布置离间什么的任务 两个人听到高苗 并不是被李诗诗迷住 高兴不已 随机表示 必须全力完成高苗的吩咐 说完后 三人又一块逛起了街 而在他们身后的街道中 还发现了一名 带着斗猎的男子 怪不得刚才任务触发了 原来男主武松 一直就在这附近 夜晚来临 今夜就是李诗诗的书龙之夜 众多船只都在前往 李诗诗的那座大船 高苗也会离完 为了把李诗诗弄到手 他吩咐平儿出眉 做了一项目的准备 在听到众人的欢呼声后 高苗知道李诗诗要出来了 果不其然 无暖心转世了李诗诗 优雅地站在了重头之下 不愧是李诗诗的书龙之夜 引来了无数的大人物 什么星科状元 富商公子等等 全部出现在了今晚 甚至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 大宋当朝皇帝 这皇帝曾听了周邦彦 为李诗诗付的词 甚至好奇诗中美人 究竟长什么样子 因此竟然不顾一切的 微服出宫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的身边带了一名 神秘的女子保护 而且是稀有的天刚进高手 过了一会儿如众人所愿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李诗诗出来了 随后说着 为了感谢大家不远万里前来 特要为大家献上一曲 接着就是情色四起 优美的情声 伴随着李诗诗那动人的天籁 残入了大家的耳朵里 在场之人 只要不是龙子 皆是显露出一脸的爱慕之情 连皇帝也无例外 原来由于李诗诗是天生的 红蓝星转世 他的声音对异性极具吸引力 能让没听过的人 沉醉其中 说着 皇帝身旁的护卫 准备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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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清掉那些勾魂的声音 作为心力修炼者 只需要随便运转一下心力 就可以摆脱掉 然而皇帝却不在意 被声音魅惑 反倒不让被清除 看来当皇帝的压力也挺大 难得的机会 他也想沉醉在其中 好好享受一下 异曲过后 人们更是像着了魔一般 而高淼却只是觉得歌声好听 并没有感觉被魅惑的魔力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修炼了 桃花心惊的功能 老宝见众人已经如失如罪 赶紧站上了船头 说要上船一叙 许得带资三千斤以上的巷狗 摊钱的老宝虎口大开 一下子就劝退了不少人 这三千斤可不是小数目 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了 不过毕竟是金城 有钱的人不在少数 紧接着有几人纷纷的开始报价 而且一个叫的比一个高 只为在李逝世面前出个风头 这是一艘船上 突然喊出了一个八千斤的 金住了众人 他们都在猜测是谁这么豪放 当然了 这人就是当朝的皇上 为了一个戏子 一致八千斤显然不合适 不过这位皇上可不想屈居人下 今天的上限是一万斤 再多了就该遭文武大臣的骂了 不过一万斤应该足以拿个投名 十万斤 皇帝听到这句声音 茶水喝到一半直接喷了出来 高淼这十万斤一喊 众人都鸦雀无声了 高淼困困困的表示 不想浪费时间了 直接出十万斤算了 老宝这见钱眼开的主 听到十万斤那是高兴疯了 心里想着幸亏自己下手快 把李逝世的父母暗中除掉了 找到了这个摇钱树 经过自己的苦心栽培 现在正是收割的时候了 不过十万斤还是太夸张 老宝辛苦了几十年 也才存下十万斤 他在怀疑高淼会不会报错价了 其他人也不服气的说 高淼是在虚张声势 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高淼少子说钱已经在路上了 根据他的计划 昨天暗中吩咐的平儿和春梅 已经快要来了 就在众人还是怀疑嘲笑高淼之时 平儿和春梅及时赶到 一阵刺眼的金光 闪下了众人的眼睛 平儿和春梅利用心力 把十万斤顺利的带了过来 那么这钱是怎么来的呢 没错 正是那老宝的钱 高淼是看过世界剧情的人 因此自然是知道 老宝有一个小金库 金库位置和密室解开的方法 他也全都知晓 所以直接告诉了平儿和春梅 叫他们将金库的金银翻过来 此时还有一些闲散 没有对存金子的银票 高淼嫌弃气 胭脂胃太重 直接抓起来一把撒向了空中 让大家自行去抢 这一波不仅出镜的风头 还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度 众人在捡钱时 还不忘谢谢高向口 但这时的皇帝在船里怒乎可遏 他告诉下人 要查清高淼的底细 还要诛他的酒族 皇帝最讨厌别人压过他以后 被皇帝逼上 这回高淼的麻烦要来了吗 当众喊出十万斤的天价后 所有人都老实了 很快 所有有资格的人 都被邀请进入了花船 老宝则早早的就准备了宴席 招待这些富贵公子 而对高淼的一致十万斤的行为 更是一直战不绝口 生怕怠慢的高淼 随后他告诉大家说 李诗诗不是爱财的人 平日李子爱抚行唱词 这次的殊拢之夜 想请大家做一首词 定于青楼传唱的几刻 这老宝的心机不可谓不生 他想借这些名流的笔 得到一些诗词 供自己的青楼女子们弹唱 听到笔文化功课 有很多人伤起了脑筋 这次他们就想让高淼做出头鸟 历见高淼第一个作词 打架高淼在行 但当众作词 高淼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高淼推托想要其他人先说 其他人之前 本就被高淼压过一头 略为不爽 这下子纷纷开始说 高淼只是一个囧狼犯贷 既然如此 他们就开始一个个的 展示起了自己的才华 当众负词 特别是新科状元张超 一首词做得让人家 纷纷夸他是文曲新转世 张超也谦虚的说 自己不过如此 和当朝大文豪周邦彦还差得远 话音刚落 一首绝佳的好词传了出来 原来是皇帝开始 就用周邦彦的词 来炫耀自己的才华了 上等的诗词 令张超自愧不如 只是让张超感叹 为何和周邦彦的词那么相似 连张超都自愧不如 大家都开始对皇帝心生敬佩了 只有娜娜十分气愤 他知道这皇帝是操得别人的词 试试自己狗屁不会 既然皇帝自己先操袭了 那就不能怪高淼了 众人此时还在不断地 催促高淼快作诗 边催还边嘲笑高淼 不学无术 满身同袖 轮到高淼了 高淼笑着说自己不是针对谁 而是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此话一说惹得众怒 都想看高淼到底能做出什么诗句 高淼随即从胸口掏出了一个小本本 说自己经常急性做诗 自己做的诗都在这上面了 原来小本本里面的诗句 都是当天下午在客栈抄的 每一首都来自于经典的典故和名诗之作 对付这种场面足异了 随后高淼丢给张超 让他念出来 张超接住后只看了几眼 就满头大汗 皇帝这时候还对自己操的周爱卿的词 自信满满 这时张超的声音默默的传染 人生若子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一生一代一双人 真叫两处销魂 随着诗句不断的念出 众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不仅每一首都堪称佳作 风格还如此多变 大家都立马改口称高淼为师仙 老宝也高兴的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张超则是越看越自卑了起来 只有皇上此时是满脸的黑线 又不好当众发作 只好几身拂袖离去 打算回宫再收拾高淼 这时突然传来了李诗诗的摇情之声 李诗诗以情复合 代表着李诗诗心动了 高淼抱起拳头 对着众人承让了起来 越黑风高 在不远的码头上 武松带着一拨人埋伏在这附近 他得到情报 知道皇帝今晚会出宫来到此处 今夜他准备取皇帝的狗命